現在繼續開會 請議事人員宣讀本日會議的議程 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陳耀祥 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及就5G辦理情況 提出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宣讀完畢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陳代理主委報告 請是主席 我們的兩個報告是一起把它報告完畢嗎 就一起報告 好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在場的媒體朋友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早安 本人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代理主任委員陳耀祥 今天非常感謝交通委員會提供的機會 就本會108年下半年本會的相關施政成果 進行業務報告 還有5G的專題報告 首先就業務報告部分 本會將以5大面向來呈現 包括建構寬品基礎環境 驅動數位經濟發展 健全廣電產業環境 維護視聽大眾權益 觀照偏鄉離島需求 建構數位包容社會 維護通訊傳播秩序 保障消費者權益 建構匯流法制環境 鼓勵產業競爭發展 等5大面向來呈現 首先就建構寬品基礎環境 驅動數位經濟發展部分 本會已經在109年 2月21號完成5G所迫視照 本會並著手在下階段 評補的前階段的準備工作 包括5G的商用評補 還有5G的專用評補 其實能夠滿足國人行動寬品的需求 在確保頻補和諧共用部分呢 我們鼓勵5G的創新應用發展 而且也確保頻補可以和諧共用 然後完善各種行動寬品網路的建設 持續改善我們偏鄉地區的 這些相關的行動通訊訊號 另外在有線電視數位化部分呢 有線電視數位化驅動加值服務呢 截至108年底 系統業者的系統頭端跟傳輸網路數位化比例 已經達到百分之百 加戶的數位基上核普及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此外在強化通訊事業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防護部分 本會扮演我國資安鐵三角之一的角色 通傳網路更是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基盤 因此健全通傳領域資安環境 也是本會目前的施政重點 在109年上半年 我們已經公佈相關的資通安全管理專章等等 然後108年度呢 也配合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呢 扮演相關的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 以強化業者對於防護措施的熟悉程度 另外呢 本會也規劃在109年完成相關智慧音箱等 還有智慧型手機等 內建軟體資通安全檢測的產業標準 在健全廣電產業環境 維護視聽大眾權益部分 為了提升節目品質強化自律呢 本會透過積極辦理研討會 還有推廣相關的推廣計畫呢 加強廣電從業人員 專業素養 同時強化廣電媒體事業的內控與自律機制 那目前呢 另外為了確保身心障礙者 可以得以無障礙的接收電視節目內容呢 108年度呢 我們鼓勵電視事業製作口述影像節目提升產能 那目前108年度呢 大概合計呢 有製作16.5小時 觸達率有59萬人士 那再結合傳播事業或團體共同推廣媒體素養部分 我們主要分為三大類 包括補助廣電視業 大眾院校及相關民間機構呢 辦理媒體試圖教育 強化國人認識媒體 解讀媒體 還有四面媒體的能力 那第二部分呢 是推廣電視節目分級制度 所以在108年度呢 我們辦了五場相關的推廣活動 那另外呢 本會主要是透過委託研究計畫呢 研修世界各國 主要媒體師徒的政策與做法 再提升廣電業者治理效能部分呢 為了督促廣電業者 提升營業績效還有服務本質的品質 本會透過評鑑換照等監理機制 檢視廣電視業的營運計畫執行情況 同時也將內控機制 列為最重要的整個項目 比如在選舉期間 我們還有特別要求廣電媒體 注意法則跟加強自律 要求直播新聞 還有新聞頻道的業者 在選舉期間呢 因落實公平原則 還有事實查證等規定 然後在關照偏鄉離島需求 建構蘇維包容社會的部分 本會呢為了提升 相關的防救災行動通訊能量 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 推動強化防救災行動通訊 基礎建設計畫 補助我們電信業者呢 分別建置定點室 還有機動室的行動通訊平台 希望能讓災變後基地台存活率 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六 以及提升機動性磁員 緊急通訊服務整體的能量為1.5倍 以保障大眾的安全 那在提供聲障者有上禁用的環境部分 是本會呢增定的網站無障礙規範2.0版 致力於所謂的數位包容社會 第五點在維護通訊傳播秩序 保障消費者權益部分呢 我們積極努力促成 調降電信中間批划架 為國人提供優質便宜多元選擇的各種服務 數位新興的服務 本會在109年2月26日呢 也通過相關的D類電信失業智慧管制的調整修處草案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讓民眾享受有職優價廉的通訊服務 另外在協助防止電信詐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也參與了行政院的治安會報 然後呢透過跨部會協調跟內政部警政署等 進行所謂工作平台 強化這個機關橫向聯繫 並邀請相關的警政機關呢 共同研新的這種詐騙手法 督導電信業者來配合防止 那另外在督導電信業者定期測試 災防告警示系統等部分呢 也配合這個CVE 也就是災防訊息廣播平台方面 本會已經督促五大電信業者 配合每月呢例行性的測試 每年呢一一月五月九月呢進行全區的測試 網路測試 然後呢 針對這個部分呢我們也採取了滾動式的檢討 事實修正還有調整相關的CBS的測試方式 另外本會也委託專業團隊呢 針對通傳事業 導入資料 價值應用還有隱私保護的相關議題 進行研修 因為尤其是在未來5G的時代來講的話 當事人的這些資料還有隱私權的保護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議題 另外在建構匯流法治環境 鼓勵產業創新競爭部分 去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法案 就是電信管理法 承蒙大會大院的支持 已經在108年5月31日完成三讀 並經總統在108年6月26日公佈 那該法總共有相關的執法呢 大概有50項所有的授權執法 本會規劃以109年7月1日為施行的旗程 那目前呢正在配合相關的執法的修正當中 希望早日完備電信法治 進一步帶動我國世衛經濟的轉型跟發展 那在傳播部分呢 我們再也提出了傳播政策白皮書 傳播政策白皮書呢 是基於107年本會提出的 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 有解釋我們簡稱的綠皮書為基礎 透過多次的專家學者的諮詢會議呢 研討以四大核心為價值 六大施政願景及八大政策議題為主軸 那白皮書呢在109年2月12日 經過本會第八百九十五次的委員會議的審議通過 將作為未來我們傳播法制架構調整 還有政策目標施政設定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另外還有我們本會也已經提出的 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治法草案 這個草案呢 106年的時候呢 曾經以媒體壟斷防治與多元維護法 提出於大院了 後來退回到本會 退回到行政院 後來回到本會 所以本會呢 藉由107年在修正這個綠皮書的過程裡面呢 再度精進研修 調整草案名稱叫做 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治法 並且於109年的9月11日 已經修正 通過以後呢 報請行政院審議 後續呢 本會將配合 全力配合行政院完成審查程序 盡速送請大院完成立法程序 另外一個重要的法案 就是我們完成了有線廣播電視法的部分修正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增定55條之一等 條文呢 引進了所謂訴訟外爭端的仲裁機制 以加速提升 這個尤其是在頻道爭議方面的 相關法律的紛爭 最後 為因應自動技術快速演進 及創造有力的數位環境呢 本會將從資源整備 法規條式促進網路建設 及鼓勵創新應用等多方面 持續完善我國5G發展環境 準備下階段通訊傳播匯流法制及政策規劃 以跨產業生態系統的思維出發 建構多元自由平等 且開放的數位基礎環境 帶動網路社會與數位經濟的發展 以上是我的業務報告的部分 另外接下來跟大院報告 我們5G的辦理狀況 5G的部分來講的話 今天的報告將分為前沿 5G施照規劃重點說明 施照結果後續未來展望 還有結語等等 關於5G的施照部分呢 各位都知道 5G就是全球第五代行動通訊 技術的發展 現在受到全球高度的矚目 根據ITU也就是國際電信聯繫會的定義 5G有三大應用的場景 包括超大平觀 超大連結 及超高度 超可靠度 超低時延遲的所謂的特徵 攸關各國網路社會 還有數位經濟的發展 對於未來帶動所謂產業創新 應用服務 促進社會及產業的數位轉換 催生多元垂直應用場合 形成網路社會及數位經濟的發展 是扮演一個關鍵的驅動力量 那目前為止 世界各國呢 從2018年起 陸續進行5G的相關頻段的施照 我國到2019年12月底 全球將近有40個國家 完成這個5G頻補的施照 我國是在今年 2020年2月21號 完成5G的施照 那在整個施照過程裡面呢 跟大院報告 5G的施照規劃重點是 行政院在108年7月2日就修正公佈了一欄表 總共釋出了1800MHz 3.5GHz 還有28G等頻段共2790個MHz供5G來使用 作為我們5G的首波施照的相關的對象 那這一次的5G的5G試照呢 是採兩階段 包括數量競架 跟位置競架的方式進行 第一階段是數量競架 第二階段是位置競架 另外呢我們為了改良第一階段多回合競架機制呢 也新設計的所謂補充競架回合 那考量呢 5G的技術應用 目前能处於所謂的發展階段而已 為了鼓勵得標者積極建設呢 所以本次試照呢 我們在建設義務方面呢 是採取比較彈性的方式來認定 然後呢 執照效期也叫市績延長 5G的主要的執照呢 為20年 那基於行動匡民業務為技術中立的監理原則呢 所以本會也放官認定 讓經營者可將它歷年來 標得的這種所謂的頻率呢 可以彈性組合 用以設置高度 所謂高速機率台 達成可以達成的電波人口涵蓋率的要求 提升頻率的使用效率 那本會呢 積極推動我國5G的試照活動 除了在108年9月3日呢 公告修正行動寬平業務管理規則的部分條件以後 那在108年9月4號到10月3號呢 公告受理申請 108年12月10號開始辦理我國5G首播試照作業 並於今年109年2月21日 圓滿完成禁駕作業 那我們依照108年9月3日公布的這個108年度行動寬平業務 試照得標者設置網路及共用頻率原則 希望有助於未來在電信管理法施行以後 5G得標者可以有一個在過度實習的法規使用 可以詳實規劃到的自動安全維護系統 所以我們未來在5G試照以後 進一步就是要業者提出相關的自動安全維護計畫 那這次5G的整個試照呢 總共在第一階段歷經了27天 共261回合 然後呢有得標的價呢達到1380億8100萬元 那得標的3.5G的部分呢 包括台灣之星、遠傳、中華電信、台客大等試駕獲得 在28G的部分呢 由中華電信、遠傳、亞太還有台客大等獲得 那至於1800的部分則未標出 總共最後我國5G首播試照作業的部分呢 各頻段得標總額達到新台幣1421億9100萬元 那展望未來呢 我們希望在禁假結束以後 公告結束以後 禁假結束以後 公告30日內 要讓得標業者完成繳納標金 而且後續提交事業計畫書 及自動安全維護計畫書等 送交本會審查 後續呢向本會申請頻率指配系統架設許可 機器台架設許可 還有電台執照等 然後最後呢如果審查通過呢 本會將發給系統技術審議合格證明 還有特許指導開始5G的應用服務 那關於各界關心的5G 標金的運用部分來講的話 5G所有標金都直接進入國庫 本會並未有任何的標金所得 那關於這個標金的部分來講的話 超出原來預計的預算的這個部分呢 現在正由行政院這邊統籌跨部會來商討協商 將來這個5G的標金 大概將近1000億左右 如何去運用 主要的方向大概包括有基礎公共建設 縮短片箱數位落差 推廣數位公益服務等三大用途 讓5G的利益回饋給消費者 回饋給全民 那我國的5G競標呢 相對於其他國家已經稍微有一點落後 那我們呢會在力拼未來的第三季 讓業者呢可以開始提供5G的相關應用服務 讓整個5G的應用服務呢 能讓全民共享 那最後呢 全球5G的持續發展眼鏡呢 將扮演推升各國數位經濟的 的一個最重要的驅動力 那5G的創新技術 也將驅動未來的新的應用 也成為商業局社會數位化的關鍵 所以本會已經順利的完成我國5G 所迫失照作業 使我國5G發展與他國其國並進 並帶動相關產業的健全發展 迎向行動寬頻的新世紀 以上是我們5G專題報告 以上的口頭報告呢 是簡要的 那請大院呢 請各位委員參考其他細節的部分 參考我們書面的報告資料 謝謝 現在進行巡答 先宣告一下四項 巡答時間 出席委員八九二分鐘 列席委員六分鐘 暫定十點三十分 休息十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於十點三十分截止 各委員如有提案 請於十點前提出 以便意識人員會整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 陳歐坡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邀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已經標出天價,大家都嚇了一跳 總金會1421.91億元 這麼高的天價,大家會擔心說 這個標金會不會反映在未來使用者的身上 所以我們也擔心說這樣的一個大概是全球 全球我們算出來大概是全球第三高的一個競標金 那競標金也有將近1000億超出的一個預期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未來5G的使用月租費大概是多少 月租費的部分,因為目前我們剛首波施照完畢 那當然我們也督促業者,希望能夠在今年Q3 大概就是7月以後能夠提供相關的服務 現在目前業者還沒有一個訂定明確的一個標準 不過我們如果參考當年市基開始的時候呢 大概市基的時候首波是大概是1300塊左右的這個價格 那我們希望,因為5G來講的話 我們延續了市基這種所謂的職優價廉的這種精神 希望能夠督促業者,讓這個資費呢可以再往下提供更優點的 更價廉的這種所謂的資費呢 除了我要再提醒你,根據21世紀基金會委託世青民調中心所做的調查 有72.6%的受網者表示 如果超過1000元的話 在民眾已經習慣我們台灣這種物美價廉的一個上網的環境 民眾是會引起一些接受程度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陳如你講的 要讓消費者不但能夠用得起 也有良好的服務品質 那為了怎麼做 你能不能提供一下NCC打算怎麼面對這樣的衝突 基本上來講,市基的經驗可以看出來 本來是到1300左右,後來也出現出499 所以,第一個,業者如何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 那那個價格自然會往下,比如說調降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在未來 在整個5G的標金過程裡面來講 我們除了鼓勵業者加速的推動基礎環境建設以外 也會督促他們在這個資費部分來講 提供其他的相關的可能優惠或其他的方案 這個將來我們也都會考慮在整個資費應用方面 包括直接標金應用方面 做其他的政策工具的調整 我想,當然政府當然是 就是說,這麼高的一個這個標金 當然增加政府的收入 但是我們也要確保消費者的潛意 我想這個部分呢,希望你跟這個五大業者呢 能夠重溫溝通 那因為事實上我們民眾受訪的時候 就已經表示這種這個 目前的這種市場的需求跟這個狀況 如果因為我們消費者的這個市場 這個沒有這個對接得很好的話 那我們推展5G的業務 這是所謂這些新銳的新興的經濟效益的 可能就大打折扣 我們想法也跟委員一樣 那其實跟委員報告 5G的應用呢,除了這個所謂中端消費者以外 其實5G跟4G最大的不同 是它那個B2B的使用 就是說未來,除了中端消費者使用的這個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5G將來未來應用很多是在經濟上 比如說AI或者是IoT物聯網 或者各種的其他的智慧應用部分 另外喔,那個 我們NCC也提出這個5G的振興方案 那振興方案的內容到底接下來怎麼樣 剛剛你也提到 未來有沒有怎麼規劃 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也配合規劃 我們剛才我報告 跟行政院科衛班這邊合作 基本上來講 然後未來我們5G的振興方案裡面來講 那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公共基礎建設的部分 我剛才三大象我看過了 是是 我是想問你 因為五大電信劣者有提到 這個易徵的標金的用途的一個建立 也是有五大建立 這個他們的建立 我想有些部分是有 就是大家的看法一致 那有些部分是不大一致 我想 針對他們提出來的部分 也應該做充分的一個 這個政府在推動的時候 也要業者配合 我想這個是 在你主持之下的NEC 應該是作為消費者跟業者 電信業者一個平台 好好把這個消費者的全力照顧好 也能夠讓我們這個電信業者能夠充分的 發揮我們的這個5G未來的發展方向 跟我們他們期待的目標 那請問一下5G 你剛剛講第三季會要開台吧 那也沒有辦法如期開台 我們現在都在嚴格督促業者加速加速 還有包括我們本會的加速相關的行政流程 那根據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資訊 Q3開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我們就期待7月能夠如期來開台 謝謝 另外就是最近我接受到有線電信業者 他們頻道的爭議相當的嚴重 我也曾經當面跟你建議過 這個 因為這個涉及到消費者的收視潛意 NCC應該是要做一個有牙齒的老虎 是 結果你們的行政命令 對方電信業者也 也這個頻道業者他們也不遵守 甚至公然是要做斷信的一種措施 我覺得這部分要跟他們溝通一下 因為畢竟他們的商業競爭 我們不太會介入 但是呢 消費者的潛意我們要去了解 我們應該營造一個 你們可以掌控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的這些業者惡性的競爭 能夠變成良性的競爭 或者變成良性競爭 惡性競爭 大家佔有既有利益 然後呢 比較 新的投入市場 新的技術提升我們的收視潛意 這個是他們在內部是一種 惡性的競爭 然後 動不動用斷信的手段 來影響到整個民眾收益的一個潛意 我覺得這個 NCC這個時候就應該用 比較強力的一個行政介入 就像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消費者的潛意 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 所以消費者的潛意 另外一個就是市場秩序 所以我剛才在業務報告裡面 也有提出 我們在這個有限廣播電視法裡面 也提出這個部分條文修正案 希望引進這個仲裁制度 有效去解決 我們目前有限廣播電視法裡面 關於這個頻道上下接的爭議 也只有調處 但是調處基本上沒有什麼強制力 對對對 所以調處案件雖然很多 但是真正能夠達到有效的結果並不多 那這個頻道上下接的問題 也是我國呢 這個有關於這個 所謂有限廣播電視市場 長期存在的問題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讓 剛才委員所講要辦 那個我請教 仲裁條例現在送到行政院有沒有 送啦 送啦 我們希望加快來提出來好不好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一直強調 那個 不要有這個沉香數位漏差啦 當然 大家也注意到齁 我一直提到說我們龜山島 因為龜山島現在每年大概十幾萬人上龜山島 然後 這個賞金的活動有二十幾萬 加起來大概四十萬人 這個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很多的移民在附近 航域在做這個捕魚的一些 是 那我去了解齁 跟你們的報告結果齁 是有落差的齁 是 我想請主委去深入了解齁 因為現在我們也補助托仁政公所 然後補助這五個業者 兩部這個柴油的發電機 是 但是呢 柴油機要錢啦 是 要有錢啦 好在 不是因為運補的問題 是因為有錢的問題 是 跟你們寫給我的報告不一樣齁 我在提醒齁 你們這報告不實齁齁 我請主委去了解一下 好 是因為 柴油機要錢 結果五大業者 為了省錢 所以有時候斷訊 有時候就是說 這個故障 事實上也不是故障 就是沒有 不想花錢 維持這個通訊的品質 是是是 那我積極的建立齁 是 這個主委應該去去 協調國防部 來去看一下 那是電力的維持使用 因為我覺得這三項裏面齁 我們NCC這個 電信的通訊品質很重要 萬裡如果上面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現在沒有辦法聯絡 這很麻煩 我們不只只有龜山島 還有其他我們在什麼偏鄉的一些 所謂的高康安基地台 也有類似的問題 包括這次要開放三年 我們去觀察了一下 很多基地台的最主要的問題 都是電力的問題 那這個電力的問題如何克服 就像剛才委員所提的 包括油料的問題 或是要建置其他微型的所謂電網 這個部分我們會深入了解 然後邀請相關的部會來共同解決 那個主委我要求你 一個不定時的測試 到底通信怎麼樣 因為很多都是國際觀光客 牧民而來結果 百姓而歸 那麼手機不通 移民作業的話也是很困擾 我想這個既然要落實的話 龜山島又是 全世界十二大庫島 大家很多 享穩的機會在那邊的地方 現在也如期 三年一二就如期現在已經開放了 可以登島 那這個輸入落差 因為龜山島的部分 我想你應該親自督促 這個如果差異不夠的話 也要求這個電信業者 一定要不能省這個錢 好不好 假天理有說什麼 船隻應補的問題 或者是說機器故障的問題 這個不是真的狀況是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 現在請魯明哲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邀請我們陳主委 請陳主委 委員長 陳主委 是 恭喜你 今天針對於我們5G整個進度做一個報告 可以講108年5月開始 你一定這個計劃 108年去年應該是我們的5G的元年 但我覺得啦 因為在韓國大概去年大概4月5月 它已經正式商轉了 已經開始啟用了 我們覺得稍微慢了一點點 希望後續的整個能夠有效率 把最好品質的5G的服務 提供給全國我們的一個國民來使用 那時間過得很快 從80年代的1G 那時候只能打電話 到進不到簡訊 我們準備要透過5G 跨到我們當年想像的世界 那樣的一個智慧的城市 醫生真的能夠遠距去操作一些 偏向的一些手術 然後現在的整個的車聯網 汽車因為網路有類格 所以非常不安全 因為車有速度的 所以點點滴滴 由於現在防疫期間大家都說的 遠距教學 但畢竟因為現在司機的頻寬的關係 還有偏向收信不太好的關係 都能夠比較文字或者錄影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未來很可能遠距教學 變成AR的方式 我們希望來啟動 那希望如期能夠在第三季 能夠誠如主委所說的 能夠正式讓民眾使用到 你有沒有信心 有 我們嚴格督促 而且我們業者本來在 競標完成的時候 就已經跟我們保證 他們在Q3會開始提供相關的服務 好 另外一方面 我也覺得 很有趣 我要請教一下主委 因為108年是我們5G啟動的重要的一年 但在這一年 啟動的前後相繼 我們NCC主任委員 跟副主任委員相繼辭職 請問一下是不是被5G 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情況被逼的 是不是 要不要透過這個平台跟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在5G這麼熱門 準備ACC 有史以來成立 要立大功 建大業的這樣一個期間 兩位主委副主委 所以你一直是代理主委 那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 包括委員 每個行動通訊的技術 大概5到10年就會有一個變化嘛 那5G是 當然從2018年各國陸續都開始 開始進行了5G的視照 那現在呢 台灣呢 大概目前來講 在世界上也大是個領先群 那5G呢 我們當然跟委員 他報告就是說 我們希望今年Q3 業者可以提供相關的5G的服務運用 那其實5G服務運用 就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不是只有中端消費者的享用而已 5G未來最重要的是改變了 我們整個所謂數位生活 數位經濟 所以未來呢 5G會跟 比如說工業4.0 跟相關的智慧製造應用 會密切的結合在一起 而且會提供相關的智慧生活 改變我們整個人人類的生活型態 包括像機器人 像自駕車等等 都會 好的 所以我們都會提供相關的 低類格的這樣一個服務 不過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因為今年年初兩次的一個招標 1,421億 那這個數字 哇 坦白講 真的是蠻高的 我相信不是說我覺得高 你們自己都覺得 跟當時想像 高了 高了1,000億 哇天啊 原本是400多億了 是不是 稅務預算 行政院的給我們目標是400億 大院給我們目標是440億 所以你標出來的金額 大概高達你原本 就專業的預估 我不能說你們不專業 在整個業界 專業的預估 400億左右 變成1,420億 哇 多了350 大概 達標是350 350%左右 所以 其實你現在應該 有沒有這種感覺 跟民眾 一樣應該是 優喜參半 其實你剛招標的結束之後 大家其實很開心 你知道嗎 哇 終於台灣的5G世代來臨了 真的很棒 結果後面想一想 突然想到 我們陳主委在去年 講的那句話是說 怎麼唸呢 我怕 我看一下喔 免得把你的話說錯了 你說過5G標金雖然沒有設上限 但希望最終價錢能夠合理 畢竟 羊毛 出在羊身上 你這段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你覺得這個價錢 這個 合理嗎 的確是超出我們預期很多 超出預期很多 第二個問題 是那些鼓掌的民眾 突然 不敢鼓掌了 他發覺他是不是那隻 待宰的羔羊 不會是的 因為我們 政府扮演的角色就是 基本上來講的話 雖然標金超出我們的預期 主委啊 你當時講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就是標多少 到時候會跟某人收回來 但是我覺得你絕對 要注意 這些 這個end user最終的使用者 大部分這些民眾 跟這些產業 他當然使用這個產業 不管是車子 他有他的黏著度 他跑不掉了 所以如果你的價格不合理 對於剛剛你指的 5G未來帶來 帶來產業的一些的利益 可能會受到非常大的 一個成本的壓力 那再來 我希望 這個你們現在要想想 怎麼讓5G 在第三季 他能夠啟用上路之後 能夠最快速度達到廣度 廣度 因為我們在3G轉4G的時候啊 我們家自己也有一個user 是撐到最後一秒 這個2G還撐到最後一秒 到宣布了那一天 說明天賽步轉 斷訓了 所以這樣的的人 怎麼樣去鼓勵他 因為你畢竟多人用 我們也不希望 在長期的經營 讓這些5家得標的 他不講成本的 免費為大家服務 然後虧得要死要活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的 但你必須要有一些政策 來配合怎麼樣去做好行銷 怎麼樣去鼓勵 那我知道 像 有報導雜誌報導 像韓國在去年推5G的時候 他們是用較低價的一個策略 先鋪出去 第二個呢 也配合什麼送影劇的 類似的方式來促銷 我希望在行政機關 能往這方面著想一下好不好 好 那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剛才委員提到廣度 所以我們第一個目標是 加強5G的基礎建設 第二個我們也會督促業者 如何平順從4G 平順移轉到5G 我想業者他們透過這種充分 台灣是一個非常充分競爭的電信市場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想我們的競爭的激烈 比韓國更激烈 所以基本上來講 應該會有相關的這些應用服務 所以主委 我的意思就是說 賓尼預期超收了大概300多% 希望你們的服務也有到達300多% 你們動的腦力也要300多% 在政策的指導 政策的協助 不要還是 我就是這樣 好 這個部分我就是特別借這個機會 我非常努力 也是鼓勵你們 希望能夠快點達到這個普及率 那接下來 事實上基地台的問題 我們上次有特別聊過 對沒錯 不管從剛開始 不管幾機 有基地台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5G會遇到的問題 可能更大一點 因為它的頻寬很高 但是它相對的 要設基地台距離可能更近 就桃園來說 我們現在 目前的基地台 大概有8172座 架在各地 我自己也是覺得 非常正反兩派的意見 不斷的在那邊糾葛 那你預計桃園 五家業者 還會增加幾台 我幫我們的 這個市民先算一下 8172 在這交接期 你市機也不可能拆掉 大概大約會增加多少台 基地台 5G 5G的基地台來講 如果以各國的經驗來講的話 至少會多大概四倍 四倍五倍以上的那個 四倍五倍 對 不過這個是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5G的基地台有很多是 小型的基地台 微型的基地台 不一定是像我們現在所建的那種大型的基地台 而且本會的政策裡面來講 也鼓勵各業者來講 共建共往這些來處理 好 我們盡量來減少這個基地台 數量不要那麼多 好 沒關係時間有限 但是我真的給你建議 一樣 超收了這麼多的權力金 你基地台的問題沒有錯 過去都丟給業者自己去弄 其實他們有時候也是有點困難 但是你在宣討的部分 是不是5G它的特色是怎麼樣 對人體的危害是不是怎麼樣 你們能夠透過行政體系 能夠穿透到各家各戶 從觀念上的改變 如果你們有信心 我們希望你們協助 業者這樣去做 好 是的 那最後我想 講一下這次我們防疫的 一個部分 現在這次的防疫 下一件 特別在你們預算書 有看到 是 你們這次編了2.19億NCC 所編列的 這個 防治振興的一個方案 那其中 第一項 有2720萬 是做什麼咧 購買防疫用手機 這給誰用的 這是給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 還有居家檢疫者使用的 他們用的 那大概一支多少錢呢 一支大概 一支我記得是五千八 五千八喔 對 所以這可以買 買多少 五六千支 沒有 我們當時訂購是三千五百支 後來加警用 還有那個民用的備用的話 總共是三千七百支 不是你們在清別這個預算的時候 這樣的啦 如果這個疫情還沒發生 故事還沒出來 你不知道大概 它的影響力是如何 你估這個 三千多五千多的數字就算了 那據 徐國勇部長 昨天所說的 現在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昨天為止是三萬六 對 所以你們現在編這個預算 好像有一點 你到底是要做什麼 就是 編了 我NCC有做 我有努力 我有貢獻 夠不夠他家的事嗎 是這樣嗎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這個防疫第一階段 這是根據CDC的專業的指示 基本上來講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五大電信業者 所以沒有辦法 安全系統整合 為了當時第一波 那是第一波 所以才 好那不夠用怎麼辦 我直接問你問題 不夠用的話就用 我們後來自用手機 所以我們現在是 法力手機跟自用手機 雙軌 所以我以為你這個問題 有一個一次性 單一解決方案 結果沒有 因為另外下面還有六千六百萬 是要定位 就是用他自用手機 去抓他的軌跡 他跑到哪裡去了 定位他的一個部分 對 請問一下你這個 手段的部分要不要 經過這個居家隔離 檢疫者的同意 還是不用 不用 不用 所以你可以用來監視在場 任何一個人是不是 沒有 那除非在在場是被居家隔離或檢疫者 哇 你們技術這麼先進啊 因為基本上 我跟你講你這個喔 如果檢調要去降的去監控別人的話 要同意喔 檢調是要通訊保障及監察 我本身是學法律我知道 那是習士索討法 要特別注意喔 個人 你有沒有違憲的問題 我希望你們要注意 我在教憲法 這個基本上我知道 謝謝 現在 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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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頻段的頻率喔 這個是非常進步的喔 也是數位化喔 我們從一機二機三機到四機喔 那最近在2月21號也飆出去了嘛 是 那總經費是1421億嘛 當初你們的預算 當初你們的預算只有編列大概400億左右嘛 那達成率到 欸 3 355耶 對 欸這很強耶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 基本上來講 因為各電信業者對5G的前景 他有他的預期 所以他們 你有沒有看各國的費用 標的費用 有 有各國的費用 其他國家是多少 這個資料 我跟你講啊 意大利是最多了 對 再過來就是我們了 沒有沒有我們現在第二還是第三 我們第三 第二第三都差不多了 因為差沒有1億左右了 那德國是大概第二了 所以我認為如果差1億這樣比的話 這樣匯率差了算的話 我們台灣大概是第二了 那中國在推這個高頻的 這個頻譜喔 它是免費的 為什麼 它要進步嘛 有沒有 要時代要進步 要數位化嘛 要快速嘛 那美國川普總統也有 用低價有沒有 這個高頻段的頻譜有沒有 它是用非常低的 那我們的標金這麼高 那背後的隱憂 主委你知道嗎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隱憂 基本上大家都擔心 資費過高 可是我認為 資費這個部分 不是大家都擔心 本來都擔心這個資費 對對對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5G我認為個人看法 基本上資費只是一個議題而已 最重要是5G的部件 還有它的速度 還有它的價值應用服務 提供的部分 這才是它的關鍵 那因為如果說你的部件夠快 競爭夠充分 它其實它自然會往下走的 就像我們4G的經驗也是如此 那台灣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 還有包括全世界都一樣 就是5G的這個 加值應用服務的部分 還沒有打 還沒有那麼好開始 而且那麼明確 尤其像比如說工業4.0 以德國為例 我本人是留學德國 德國為例來講的話 因為德國有很多的大企業 比如說像Benz 或是Siemens 這些大企業 或BISF 他們這些大企業裡面來講的話 他們在5G應用這個所謂的專網 或是其他的5G的使用 作為這種所謂智慧製造 智慧應用 或是自駕車等等 各方面的應用 是進步的非常的快 那其實5G的應用裡面來講 除了電信業以外 最重要的其他跨產業 本來他的整個國家的產業基礎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看韓國的基礎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很多5G的應用 現在除了終端消費者以外 很多都是大企業 尤其是製造業 在使用這個部分 我跟你講你講這個5G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進步的 跨到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速度 就不會類格 不會這樣看網 上網的速度會非常慢 那你也說過羊毛 出在羊身上 我跟你講不只在羊身上 人的身上也會有 是不是 你今天花那麼多錢 標給他 他來得標業者 是不是 他絕對 他絕對會什麼 從消費者身上來 拿回來 是不是 那你看喔 這個5G的產業 你自己講 2035年 你要創造 1340億美元 的產值 還有51萬個就業機會 有這麼多嗎 這是預估的 預估喔 我想可能不止喔 如果是5G的發展 如果夠快來講的話 將來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電信的 想法 讓我問你嘛 從2G 3G 4G 不要說1G 那個從清朝末年的時候 2G 3G 4G 尤其這個4G 那我們現在發展 一般都認為 我們這個1G 2G 大概都10年 對不對 5到10年 那現在 如果你算到2035年 你看這有多少年 大概15年以上 是 那搞不好 你5G啊 還沒有開始用 6G已經開始在研發了 有沒有 6G一定在研發了嘛 是不是 所以說你2035年 會達到這麼多 有5G身上有沒有 能創造這麼多的就業機會 還有我們的這麼多的產值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只是看我們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個電信業者的速度 是非常快 就像手機你 年初你說最新的 到年底又換一批了 對不對 那汽車以前你看8年 現在變5年 搞不好以後變3年 又換一個潮帶 是不是 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現在很 就像你在德國你看 他現在也是走hyperly啊 走輕油電啊 是不是 為什麼 就是這個進步嘛 因為就是能源 他們綠能 然後加上那個所謂數位 這兩個來講的話 所以進步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嘛 所以說你看 那你今天花這麼多錢 它5G有沒有 1421億標到有沒有 它這個你說 在2035年 會有這麼多的產值 我覺得有點懷疑 我想 投入的成本 它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收嘛 那你還要等到2035年 剛才講6G的商機 搞不好已經出來了 這個 這個天價誰買單 這個預估基本上 是不是 我們 通信最多 用通信最多的就是 一般的民眾嘛 你說其他的也有啦 對不對 最大眾還是我們嘛 是不是 我們講來講去就是 你這麼高的金額去給人家標有沒有 那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剛才講 最後出來人的身上 他不會出在羊的身上 好不好 那特別注意一下 好 謝謝 那現在你看 馬上標出去了 開始就已經開始 在搶客戶了 然後 5G有雙保 1399 就跟以前4G差不多嘛 剛開始的1399嘛 你看 還有兩個 一個網內互打 免費 另外一個就是吃到飽嘛 兩個嘛 雙保嘛 那 第一個是我們 國內5G最早 的一個電信業者的指標 還是跟以前一樣 1399 那像2015年的時候有沒有 4G要轉 那個5G的時候有沒有 中華電信搞一個499有沒有看到 排隊排到天國去有沒有看到沒有 每個人都在那邊擠 好不容易到499 就是費用的問題嘛 因為他準備要轉型嘛 變5G了嘛 所以說你 我們已經開始進步了 從4G 2G 3G 4G 到5G 我們的費用沒有越來越便宜 還是跟以前一樣 是 包括委員 主委 那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這個 在升級什麼東西 沒有 包括委員 你說這個 講了一堆啊 你說 我們這個派數啊 科技啊 什麼都可以用得到 汽車工業什麼都可以用得到 是 那為什麼應該要越來越便宜啊 是不是 鼓勵大家來使用 是不是 你反而標那麼高的天價 那業者是不是要拿 要拿回來的錢 成本在哪裡 業者基本上來講 跟委員報告 5G的應用來講的話 我們通訊或數據的應用 只是一大 一部分而已 未來真正5G是B2B的 這個部分 就是說他未來應用服務 尤其到跟產業合作 跨產業合作 這個部分來講 是他未來收入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然後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上次所講的這個是說 我們一般從中端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可是5G跟4G是完全不同的想像 我們現在想像其實是4G時代的想法 就是說好 這個變性只提供消費者在使用 可是未來5G真正使用的人 不是只有中端消費者 很多是企業的部分 企業的部分嘛 還有很多的公共服務 包括未來我們很多的智慧公車 很多智慧神社 我知道啦 這都有 大家都很清楚 我是給你建議跟經濟部研商一下 是 那個就是研議什麼東西 就是抵減那個期間有沒有 給它縮短一點 還有那個提高抵減的額度 是 他業者不要那麼高費用嘛 收那麼多費用嘛 他可以轉嫁給消費者 讓消費者更便宜 有沒有道理 好 那頻率使用費 減收或減免 這使用費 我們標出去也有使用費嘛 是不是 他已經標了那麼高 你還要拿使用費 是不是 所以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以我們司機的案例來講的話 如果比如說他在 比如說他投資在數位 在偏鄉的建設越多 會抵嘛 所以說我們都會滾動式去檢討 所以這一點我們本來在會面 這個一定要做到好不好 讓他覺得說我們政府有幫忙 有沒有 抵檢這些使用費 有沒有 那我標完了 每個人還要付錢 還要付租金 有沒有道理 是不是 我前面已經給你了 你一隻牛殺了三次 扒了三次皮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滾動 這種政策攻擊 做生意的 你是學者 做生意的人 不成本嗎 他不會算嗎 他傻子嗎 是不是 他要建置這麼多 那我們要給他一個誘因嘛 對不對 叫補助嘛 有沒有 減收他 或是減免嘛 都可以啊 有沒有 讓他們覺得 就像你講的滾動式 我們的偏向地區有沒有 為什麼通信業者 他有分那麼多 第一標 第二標 第三標有沒有 他的金額不一樣 他的就是他的妹不一樣嘛 對對對 那為什麼有的電信業者 有沒有 他那麼高 得標那麼高 他的通訊品質就很好 對 有地方你看 像我在復興鄉 這我選區 有一段 開過去就是收不到 再上去 謝謝再聯絡 為什麼別的家可以 那一般老百姓 你有什麼手機 喔 用那個 這個可以 用那個就不行 這個就是 差距 邊鄉建設 邊鄉建設還是要最重要 那開台的時間呢 5G啊 大概Q3 Q3 7月份嘛 那你那個 他們的事業計畫書 還有網路安全計畫書 都送了嗎 各家業者已經陸陸續續 三家業者 三家都送了嗎 對 那個速度要快一點 如果要送這個 你們要審查時間要多久 審查時間 大概差不多14個工作天左右 就可以了 就像隔離期一樣 14天就搞定了 我們是工作 我們是工作 我知道啊 你工作跟隔離期一樣 有這麼快嗎 還有 以你們NCC的進度有這麼快嗎 因為我們這個還必須配合 外部專家學的時間 所以大概是抓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想既然已經標完了 業者也準備好了 我們開台的時間要準時 是 要跟得上腳步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現在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主席 我們請這個陳主委 請陳主委 委員長 這個主委找 主委是這個行政法的專家 所以 我今天就來跟主委討論一下這個一個行政法的問題 是 那 就是說 等一下 沒辦法動 OK OK 好 這是2014年12月3號的NCC620次的這個委員會決議 那 這一個換照 是一個行政處分嗎 對 因為這是這個行政處分 整個行政程序法92條照抄德國 所以這非常清楚 那這四項 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這四項 是不是付款 是 那這四項付款 不好意思 報告委員 有些是付款 有些什麼是行政指導而已 OK 那就是說 這有些行政指導 有些付款 那這些付款的部分 是行政程序法93條 的付款 的哪一種 它是這個期限嗎 是條件嗎 還是負擔 還是保留費子權 還是負擔的 變更或附加 這五種的哪一種 看不同的 比如說 103年11月的這個 可能會有一個是一個負擔 還有一個設一個期限的部分 是 然後如果說 不是獨立審查的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也說是一個負擔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付款 然後這是一個負擔 就是說93條第三款的這個負擔 這沒有問題 OK 那再來就是說 這怎麼都不能弄 下一個 好 那就是說 主委你看 下面這個 它要求說這些負擔 或是這些付款 那你剛剛提到行政指導也好 那重點就是說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負擔 是 它是半年內要完成 那就是說 2014年12月3號到2015年5月已經半年了嘛 那請問這時候NCC做了什麼 當時 我是2015年才 我知道 8月2才上任 對 所以其實我知道 那時候您還沒上任 但是事實上 2015年5月半年過去的NCC 什麼都沒有做 好 那再下一個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我們的那個 沒關係我 我先review一下 我等一下會講說 這個我們為什麼這麼講 到了2019年的3月27號的時候 NCC啊 在這個848的委員會的紀錄的時候 欸 忽然想起來 忽然想起來說 忽然想起來說 原來 中天換照之後 他所規定的這些付款 也就是這些負擔 並沒有 完全都沒有來做 付款都沒有來完成 所以他發了一個文 要求他說 一個月內 你必須要把 包括獨立審查人 這些機制 然後建立起來 並且 能夠告訴這個NCC說 到底他完成了沒有 就是說 已經過了四年了 過了四年之後 NCC 才發給他這個文 再下一個 那 NCC發給這個文之後呢 中天還是不理會啊 這其實 主委也非常清楚 NCC才不理會 所以才會再又有一個 六月十九號 就是在六月二十三號 的反紅美的遊行呢 的前幾天啊 NCC決定 對中天祭出重罰 五十萬元 主委 請問 如果 剛剛 您一直有提到說 在德國的這個 這個機關啊 或者是說 在德國這個 求學 我要說的是說 如果在德國的 一個行政機關 這可以接受嗎 報告委員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剛才看到的是 後面的結果 可是後面 前面的處理過程裡面 來講的話 也要花很長的時間 好 就是說 如果有處理的話 是不是可以 會後提供資料給我們 好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獨立審至少 看起來 他說 執行103年 換照付款 這個負擔有關的獨立審查人的聘用 事實上 他還沒有完成 所以你們才給他這個 這個五十萬的罰款嘛 好 好 那罰了之後 要求一個月 來改正啦 好 那下一個 就是說 要求一個月改正之後呢 在884 就是說 NCC884號的這個委員會決議 你看喔 又過了多久了 又過了六個月了 要求說 請中天 必須要提出這個具體成效的報告 然後呢 報這個獨立審查人改進的意見 然後報到這個定期公開啦等等之類的 然後報到這個NCC來 對不對 那表示說他到現在 還沒有完成這個獨立審查人的機制嘛 對不對 有 他的獨立審查人就是陳馨河 好 那我問一個啦 齁 那來了之後 下一個 來了之後 不是已經來了三個月了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NCC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排審 基本上來講啊 包委員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剛好去年年底都在大選嘛 不是啊 你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你機關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當然 因為我們對整個監禮裡面來講的話 包括整個新聞的 比如說他的 有沒有落實查證 事實查證 公平原則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跟委員報告 他已經資料來了三個月嘛 是是 那NCC如果不對的話 這個主委可以更正啦 是不是一個禮拜開一次會 對 那三個月前就已經來了 一個禮拜開一次會 至少可以開12次會 那為什麼 從2014年齁 你這個換照 然後你知道他有這個付款 那要有這個負擔嘛 那他報來之後 還是三個月之後 還是沒有排審 包括委員 基本上來講 我們關於這個相關的 媒體的這種監禮 或者是電信管理的部分 案件是非常非常的多 案件非常非常多嘛 但是 我比較提醒主委 他已經 又要再換照了 對 這個付款 竟然扯的是說 這個付款 2014年12月3號的時候 就已經訂在那裡了 是 他已經現在 六年後又要再換照了 結果他還沒有完成 那我再問主委 那什麼時候要排審 他已經完成獨立審查人 而且獨立審查我們 對 但是你要排審啊 後續代本會審議決定嘛 我們只是說他的那個獨立審查人 對 他所提出的具體報告 對 我們要不要接受的問題 但是獨立審查人 他有在進行相關的這些紀錄 是有在進行當中的 是 但是你現在 你現在六月他就已經要再重新換照了 不是是十二月 對十二月換照 但是六月申請嘛 提前六個月申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是不是到六月的時候 你們都還沒有來審查他這個付款 不會 那這個行政處分 都已經要走完了 那這個付款都還沒開始審 沒有沒有沒有 報告委員 對 他的付款的審查是 當時是所謂設立獨立審查人 所以獨立審查人 後來他是有設的 這獨立審查人功能如何 我們是定期的邀請他 主委 我今天真的很想問你 假設你認為說 今天有一個付款 那個付款就是要設立獨立審查人 已經經過五年了 結果他都還沒有完成 你們還沒有完成這個排審 完成獨立審查人 但是你們連審都還沒審 這樣台灣社會可以接受嗎 獨立審查人我們已經接受 只是獨立審查人後來的功效如何 這個我們請他提出報告 而且我們也要求獨立審查人 神經到會陳述幾次 然後我們請他在圖書面的部分 那我再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93條規定這個付款 同時在行政程序法123條 其實這主委都非常清楚 這直接照抄德國的這個條文 如果他沒有完成 你剛剛說這個是負擔 下一個 123條 負負擔的行政處分 受益人 這是一個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為旅行該負擔的時候 不是就應該要廢紙了嗎 到現在為止 你也沒有完成這樣的一個 獨立審查人的機制 只是獨立審查人 他運作的功能 他提出的 他獨立審查的 成效如何 成效如何 但是他三個月提出了成效 因為你們案件很多 所以到現在你們都還沒有排審 那什麼時候要排審 有一個具體的 這個回應嗎 我們會盡快 盡快排審 好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付款 事實上 就是說主委 在這一個 這個NCC裡面 這個行政處分 這是很多都是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那他你也很清楚 就是說都是有付款的 請問 你們有多少 有關於這個行政處分 然後給了之後 然後有付款的 這一些行政處分 你們有多少 這個數量很能統計 現在很能統計嗎 因為我們很多處分都有付款 那我現在就是合理的懷疑 我現在就是要問說 這個付款 到底NCC做一個機關 他有沒有在追蹤這些付款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付款 事實上是 以中天這個例子 六個月 就要完成了 結果現在快六年了還沒完成 我跟我們報告一個案件 就是說 比如說某些交易案 他以前的付款有沒有履行 在我們這個審查過程 都有 有到財務改善 那我現在是說要求主委 是不是可以 會後整理一下 然後告訴我們說 到底你們有多少 有關這個處分的 這個行政處分的付款的案件 可以嗎 這應該沒有問題 就統計一下 量非常大 但是我們應該可以嘗試 但是我現在就是要了解說 到底你們的追蹤機制在哪裡 因為我們沒有固定的評鑑制度 評鑑的時候就會去查 這個比如說他付款有沒有履行 行政處分的 沒有付負擔 但是付解除條件也有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付款 的追蹤機制在哪裡 應該要讓大家能夠知道 或者的話 像這個例子 經過六年之後 我的天啊 你的付款 竟然這個追蹤機制 是睡了四年 當然我知道那個時候 跟你沒有關係 但是睡了四年 四年之後 你給他重罰了五十萬 你看下一頁 就是說 好再下一頁沒關係 你四年 那沒有追蹤嘛 沒有追蹤之後 你三月二十七號 才要求他獨立審查人 五月十號的時候 要求他改善 然後六月十九號的時候 給他罰五十萬 一直到現在 你都還沒有去排審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說 NCC對於這些 行政處分的付款 的追蹤 到底有沒有真的在追蹤 都有 我們每一個制度都有 比如說 定期的評鑑換照 都會有 所以說我們付款都有在追蹤 但是 從這個例子 來講的話 你覺得台灣社會 會相信說 NCC對於這些 付款的追蹤能力嗎 看起來 感覺起來 就是說 現在已經會不會換照 那我最後再問一個 像他這樣的狀況 光是獨立審查人 你們三催事情 罰五十萬 怎麼到最後一年的時候 他才送來嘛 三個月前才送來 那這個會不會列為說 你下一次要給他 要給他換照的 一個標準 這些都是我們考量的因素 好 那是不是能夠在 最後 一個禮拜內 可以把有關NCC 行政處分的付款 的案件 能夠統計一下 然後 來送給審議員 送給委員會 請委員會可以 讓我們再更多一點時間嗎 因為我們內容出現 好 那你覺得要 要多久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要了解說 你這一個付款 到底有沒有在追蹤 我們就盡快啦 不要說用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這樣的時間 好那不然就三個禮拜 可以嗎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之後能夠把這些 有關係的除外的這個付款 能夠整理一下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委 現在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主席謝謝請陳代理主委 請陳主委 委員長 主委你好 主委 代理的時間多久了 去年5月30開始吧 5月30嗎 對 5月30 派定是5月30到 派定是5月30 但是去年 3月5號 主委就請辭嘛 所以說到現在來講 3月17號主委就請辭嘛 所以其實現在應該快一年的時間了 沒關係 一年的時間 剛剛本席也坐在台下 有聽您跟 剛剛幾位委員來做尋答 看得出來您對您的專業 很有自信 也 很有這個專業 我們也希望 不管您現在是代理的身份 或是之後有可能爭除與否 都希望您本於專業 來好好捍衛我們這個 獨立自主的一個機關 這是我們的法定義務 好 來那就叫你這個關於今天 討論沸沸揚5G的問題之前 我還是要先請教幾個比較 全國人民2300萬人都共同關心的 第一 首先現在新冠病毒肺炎的假消息 主委你認為嚴不嚴重 現在蠻嚴重的 蠻嚴重 怎麼說 假消息喔 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喔 對假消息 基本上我講的不是廣播電視上面 而是在網路上面 網路上面 因為網路的數量非常的多 數量非常多 對 對 截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統計資料 今年1月23號到昨天 光假消息的部分 尤其包括新冠肺炎的假消息 178件 移送了79件112人 陳時中部長也強調 以假亂真 讓大家信以為真 絕對不是好事 那對此 我想請教NCC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做出什麼樣的貢獻跟督促 基本上來講 關於防禦的假消息的部分 因為我們依照我們的防疫體制裡面 這個是由CDC來做指揮中心 所以尤其是最近剛剛大院 通過這個所謂特別條例裡面的規定 第14條就有規定這個小消息訊息 這是有處徒刑的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關於網路或其他散播的部分來講的話 是由CDC這邊去移送 那如果是廣播電視的部分 回到一個老問題 沒問題 我想回到一個老問題 我想這也是過去到現在大家長久 爭論不休的 有人認為是說網路世界就跟真實世界一樣 所以網路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應該由相關部會來去做管理嗎 但另外一個部分也有人認為是說 因為NCC它是負責 包括說真實的一個新聞的部分 那也連帶的相關虛擬的世界 總是要有一個主掌機關 來做一個第一線傳統 網路的部分我們目前負責兩個 第一個就是網路的那個自通安全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行政院去年9月份指定我們去主管 OTT TV 就是網際網路視聽服務這個部分 就是像比如說Netflix這些相關的議題 是 所以主委你也很了解你現在的業務狀況 那等一下這兩個範圍也都是我會在救教的 但我現在再請教喔 我看到3月3號我們NCC有個新聞 就是說 會近期邀請網路平台業者到會座談溝通意見 尤其針對這個假消息的部分 而且呢他說 無端遭受到假消息騷擾的電視台 NCC這邊 建議業者來跟檢調機關報案 好 這牽著到兩個層面 第一層面 那NCC主動跳出來邀請網路平台業者來座談 請教現在排到什麼時候 3月12號 3月12號 邀請了哪幾家業者 我請內容處長跟你回答一下 好 來請 處長簡單說明 目前國內大型的這些社群平台 包括那個臉書 LINE 還有那個Google 還有Yahoo 等等 都邀請 那也邀請了相關的協會 那另外還有學者專家 還有第三方的查核機制 好 沒有問題 就是 總之我們國人所常使用的 基本上都已經有邀請了 對不對 好 那過來之後 邀請他們 有沒有相關 NCC這邊有沒有相關法則 或是規範 或是督促 還是 只是請業者來喝一杯咖啡 都沒事情 我們會希望 我們會跟業者溝通 基本上 因為網路治理的概念 實際從自律開始 而且現在在 是嘛 我們現在都了解嘛 這些業者去年 2019年9月就已經自行 五大平台業者 臉書 LINE PTT Google 雅虎 都已經在台北市電腦公會底下 就已經有開一個自律會了嘛 沒有錯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 當自律沒有辦法發生 有一個主管機關要出來做一個溝通協調 如同 譬如說像 這個銀行有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金管會 會邀請銀行來喝咖啡嘛 但是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作為 是可以督促他們 除了自律 當自律不行之後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 要求他們 沒有 一方面溝通 二方面很多是相關的一些宣導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網路法 忘記網路法 我們本來 有送大院上一屆是送數位通訊傳播法 但是沒有過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還是有其他的法律會設計的 像比如說 像防疫這個部分來講 症状病防治法 還有這個所謂 特別條例裡面有特別規定 如果 觸犯的話 這個是會 回到其他行者 或其他行政法的部分去 是啦 所以拉回來 主委我想您剛剛點出一個重點 也是讓全國人民都已經了解 就到目前為止 即使 這個五大平台也好 大家自律以外 如果真的有發生什麼 相關假新聞的事件的話 也是只能依照現有 這邊 不管是你是說 督促業者 被遭受假消息 騷擾的電視台 他們自己去跟檢調報案 或者是說 這個相關的這些部會 但是我們NCC 其實對於這些是沒有任何辦法 或是規範 約束 可以來做 是不是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也會 督促我們相關廣播電視業者 所以引用這個網路新聞的時候 這個要落實事實查證 是嗎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一個 溝通合作的 電視台的部分我想 NCC都可以管理 因為我們有發照審照的制度嘛 但是就是說網路的部分 確實沒有 好 那我們再拉回來喔 剛剛講到電視台 我就跟你請教電視台 是 最近有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他說有一個台商 自稱台商父親到電視台的政論節目喊冤啊 說他兒子檢查沒有病 結果陳時中部長就很生氣啊 說 批評電視台播出沒有查證 讓社會大亂一定要辦 請教 NCC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接到疫情指揮中心的指示 一定要辦理這一個政論節目的電視台 我請那個處長可以回答一下 來 處長簡單說明 那目前NCC這邊有接獲兩件審數 那針對這件事情 有來自陳時中部長的申訴嗎 沒有 有來自疫情中心的申訴嗎 沒有 一般民眾 好 那沒關係 那疫情中心這邊他們已經主動 來向那個檢調單位提起相關的疫情 好 但是目前NCC沒有收到治理 所以也沒有收到申訴 所以 有 我們收到兩件民眾的檢舉 對啦 民眾的檢舉 我現在講的是陳時中部長級 這個記者會上面講的嘛 好不好 那 我會這樣子講是說 如果還沒有接到這個陳時中部長的這個指示 那 真的要去懲罰 我們剛剛這個案例 我不知道說這個主委有沒有了解 但我剛剛已經解釋很清楚 就是 政論節目他用現場live直播 有一個民眾打電話進來call in 結果他在內容裡面講了一些話 讓播出去之後 結果電視台就被我們疫情指揮中心講是說 這個是散播假消息 要罰這家電視台 我姑且都不論這是哪一家電視台 因為我認為這個是無關立場 而是這個是一個行為 所以如果說今天 因為live節目 因為call in節目 民眾打電話進來 而講了一些事情 讓疫情指揮中心覺得說這個假消息 那NCC就要辦的話 那以後 NCC會不會認為是說 是不是乾脆要禁止call in節目 還是要乾脆禁止電視節目做live播出 跟委員報告好 除了這個案件以外 以前其實也有一些類似的案件 有民眾檢舉 我們還是依照我們的法定程序 比如說送內容諮詢我們回去處理 因為我們本來 微信廣播電視法27條 所以沒問題 我只想請教代理主委 就是說您對於live節目播出 或者說call in節目播出 您的態度是什麼 態度 當然原則上尊重言論自由 但是就是說因為 在整個call in節目裡面 還有個主持人嘛 所以他整個就是 那主持人他沒有辦法禁止 或是了解 或是預先知道說call in進來的民眾 他到底會講什麼內容啊 沒有錯 但是所以這裡來講 就要提醒他的來賓 就是說我們相關的這些東西來講 或者是說有哪些 是有事實查證的問題 或是有公平原則的問題 這個部分還是應該本身 他是有這個義務存在 好 那如果說當直播節目播出之後 也許第一時間有任何的 認為說這個消息不妥 然後馬上做力竭更正 NCC認為可以接受嗎 如果有更正來講 這將來在我們整個 調查過程裡面 這個都是 列為要不要採法的 一個考慮事項 這都是很多 好 謝謝 所以我想剛剛我可以解讀 剛剛代理部長的 代理主委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是可以接受 趕快做一個更正嘛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麼講 我的選區裡面 就有包括林口 而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部長 也在講到案例的時候 不小心脫口而出兩個字 地區 我也不再重複 但是呢 陳時中部長馬上改口說 地區名字請大家忽略 但是因為是直播節目 所以播出去就播出去了嘛 本席還是對於陳時中部長 有高度的肯定 認為他在這次防疫的表現 非常的亮眼 高度肯定 但是因為我的選區 本身就有林口 陳時中部長一講出去 Live一播出之後 馬上所有的民眾 大家都會恐慌啊 到底那個地方是在哪裡 要求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一樣的標準 陳時中部長他的辛苦 我們可以認同 可以理解 那一樣 NCC將來面臨到相關Live播出 或是Call-In節目的時候 我希望也要以一樣的標準 來體恤所有的民眾 這樣可以嗎 就是用一字標準在處理所有的案件 好 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諮詢的委員是 李昆哲和李趙偉 謝謝主席 請請一下陳主委 陳主委 請 陳主委你好 這次5G的競價 在2 月21 有的最終的結果 是 是高達1421.911億 對 那我們原本的標金 預定的收入是多少 来说明一下 行政院的预计的标准是400亿 然后那个立法院后来 交往委会有加10%是440亿 那你认为这样的一个 净价的结果你很讶异吗 的确有超比我们的预期超出 一大段的那个 那当初四季的时候 他预定的标准收入是359亿 但是他最后的一个 开出来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1186.5亿 那我们看到韩国的这样的一个 相同频段 他们5G3家的这样的一个 总价是991.4亿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说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净价的 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格 在国际之间来说 算是高的一个价格 没有错吧 报委员 韩国的执照只有5年 我们的执照长达20年 那最主要的 最主要我们还是要看 相关的一个结构的关系 这是你提到一个5年跟20年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又要看到相关的支费 那韩国的支费是分四阶的一个收费 就是采用留级分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作为收费的一个处理 那他的入门的支费 就是14444元 就是说你大概 8-9GB之后就会降速 另外一种是吃到饱 不降速的 大概是2102 2101元 2101元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以后会不会说 我们的支费 会是怎样的一个规划的 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主委说明一下 报告委员 基本上来讲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讯息 这个5G一开台的部分 差不多那个支费 就跟4G的时候差不多 我刚才前面已经回答过 而且基本上 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的消费者已经习惯 比较使用所谓吃到饱的方案 我相信在 这个五大电信业者的竞争之下来讲 我们的支费 不会像韩国的这么高 而且随着5G的经济规模 越来越扩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像主委想的这么乐观 我对消费者的权利 我是抱持很大的隐忧 包括支费 还有通讯的品质 因为除了这样的一个 竞标的价格 是这么高之外 当然电信业者的成本就提高了 第二 他们建设的 相关的经费也非常高 初步的估计 要高达878亿元 因为我们知道 5G的速度是很快 但是它的范围 传输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它要更多的基地台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我们初步的估算 5G的相关的基地台 是要比4G的基地台 要多出 1.2倍到1.5倍 对不对 来 知道的人简单说明一下 可能更高 可能要更高 就是说好 它的这个标金这么高 然后它的建设经费也要高 因为它需要更多的基地台 是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啊 4G跟5G的并行 是要高达10年以上 这当初在3G跟4G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2013年 我记得是2013年 11月 我咨询当时的NCC的副主委 余孝成余副主委 是 我就点出这个问题 他也坦白的说没有错 因为 标金这么高的时候 成本高 它的回收期 例如说本来要5年要回收 它可能就要变成10年 对 那3G跟4G的并行啊 只有大概4年的时间 那我们4G的执照 是到2030年 对不对 来说明一下 是的 那2030年4G的执照到期 就表示说 4G跟5G的并行 要高达10年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三项元素 我们对于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就会有隐忧啊 标金高 然后建设成本高 然后4G 5G的并行 要高达10年以上 这么漫长 那杨宝当然是出在杨身上啦 八委员 你刚才提了一些相关问题 其实我们在行政院内部有关于标金如何运用的部分 我们都有考虑过 那这个部分我们将来也会用这个比如说 这么比如说超出原来预期目标这么多的标金 大概分几年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呢 投资鼓励业者 比如说包括基础建设 包括落实编较短 编较数位落差 还有相关的工艺服务等等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未来会再把这个标金 再投注在5G的建设方面 主委 你是刘德 而且是行政法的一个专家啦 你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 那我要提醒你啊 电信业者啊 是从消费者身上拿钱的权威啊 是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就是担心 因为5G主要的主角啊 其实不只是电信业者 而是电信的服务供应商 因为他要提供很多商用的 我们刚才提到非常多的 无人车啦 远距的医疗啦 或是危险场所的 这些远端的操作啦 长照所需要的医疗辅具啦 车辆人体健康状况的 这些相关的管理 那我们是怕 这些本来应该是 最主要的商用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 却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那这个部分 NCC是要做基本的规范啦 会 而且这个是在行政院层次 我们跨部会讨论 因为很多的价值应用服务 不是只有在NCC而已 包括各个部会 就是陈主刚才那个委员所提的 有一些可能是在 所谓的智慧制造 有一些可能在很多的 比如说智慧医疗 或是比如说智慧城乡 或者智慧公车等等 这相关的 包括自家庭等等 对当然是非常重要 我就是要提醒主委 就是说 5G未来 它主要的 就是商用 就是这些电信的 这些服务的供应 这才是他家的未来 不应该把这些成本 转嫁到相关的消费者身上 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我们更关心一个议题 就是说 有关于这些标金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服务的供应商 它的成本墊高 恐怕也会拉高 新创跟清创的一些门槛 是 那我们也会担忧 这样产业会缺乏 竞争多元性的一个不足 选择性不足的情况 那你没有多元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 当然就会造成消费者 选择变少 或者是品质不良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 标金是要缴回国库嘛 对 那我们是希望 这些标金呢 是要能够健全产业的一个生态 而且是提升5G的 服务的品质 那我们知道 相关的新创 我们现在 银行的这些啊 好我们先来提 5G的产业是以智慧产权 无形资产啦 对 是最主要最大宗的 那我们要向银行贷款的话 银行的这种 建价制度 还是以动产跟不动产为主嘛 那我们是希望这种 无形的资产建价 目前虽然是有 这样的一个现行讨论的空间 但是 建价制度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嘛 因为都是以动产不动产为主 那这个标金 能不能作为啊 我们这些 鼓励新创跟轻创啊 来这些产业能够无息或者是低利贷款使用 来说明一下 基本上来讲话 应用服务的部分来讲 鼓励创造 鼓励这种 Innovation 鼓励这种创新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本来我们在讨论里面就有 这个在应用服务的部分 但是至于所谓的无息或低利贷款 这个因为涉及到这个金管会的职权 当时来讲我们内部讨论的确没有讨论到这个部分 那不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意见的带回去 请主委去做初步的规划 然后跟金管会来讨论相关法令适用的问题 我们以部分的标金来作为新创跟轻创这些产业无息或者是低利贷款 因为这些无息的资产 这些智慧的产权 它没有办法以动产或不动产来作为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建价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能够去努力的一个空间 另外就是有关于避免城乡的数位落差 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议题 面临5G时代 那城乡的数位落差的确是要注意 那NCC要怎么去处理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标签的部分来讲 我们会鼓励 因为5G开始一定是在那个都会地区 但是我们会强化它在偏向方面的那个新建 这个部分来讲会用补助这个新建的方法 我提醒主委 就是说我们对于偏向的通讯基础建设 对于5G的基础建设 对 还有通讯品质的提升 这都是我们面临数位城乡落差一个严重的议题 那更重要的我们对于公益 学术还有新创用的优惠使用空间 NCC有什么初步的规划 这个都提醒过主委 对于偏向落差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在未来的运用标记里面也编列了一定的预算 补助这个偏向地区的行动基础的新建 还有偏向比如说很多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医疗院所 一些公众的相关的这些 场所或场域的改善 或者5G的新建等等都会 包括很多委员所关系的 比如说青年在偏向 或者比较其他地区 这个创业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将来在这个使用的部分 也会把这个标记在协调业者 在这个部分加强5G的建设 配合地方的创新 好 最后我要提醒主委 就是说NCC的主委 除了重要的工作 是健全电信影视的多元市场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 5G时代的来年 我们希望NCC能够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有一个具体保障的作为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一个作为 是 谢谢委员提醒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我们请傅昆琪委员发言 等一下等何欣存发言完毕之后 休息10分钟 主席 是不是请陈主委 请陈主委 委员好 主委 NCC成立到现在多少年 这13年来我想我们对整个国家通讯的管理上 已经具备了一流国家的水平了没有 应该我们是在世界上是一个领先群 也是应该有一流国家的水准 所以我们NCC目前对国家各方面的讯息的管理 已经非常有次序而且有标准是吗 我们是一个监理机关 对相关的通讯传播产业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一定的标准和法律规定去处理 那NCC到现在有没有建议我们的国家 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事实查核中心有没有 事实查核中心这个是由民间来发起 所以我们这个事实查核中心现在其实已经有了 主委 民间来发起是不是有它足够的公信力 包括它各方面的成员 是否符合社会的期待 有公正的立场 还是说政府没有能力来做 要交给民间来做 因为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所谓讯息的真假与否 不太适合由政府来介入来认定 否则的话会容易形成 政府去钳制言论的这种效果 所以在世界尤其民主先进国家里面来讲的话 事实查核中心基本上都有第三方的NGO所成立的 这样来讲的话 那你觉得台湾目前第三方的NGO 成立的整体的形象跟成员 有达到社会的公信力吗 目前至少来讲的话 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有的 那普遍的认知可能跟主委有一些落差 那主委啊 我想今天NCC既然是我们国家通讯管理委员会 对于不包括所有的这些电视台的换照 还有啊 这个五大网络平台啊 是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监督 那请问一下 一天啊 台湾所看得到的讯息 网络讯息大概有多少万折 知道吗 这个数目太大 我们没有这个统计数字 因为网络是 可能破千万 破多少亿万折 亿万折都有 因为网络是无国界的嘛 所以这个我们很难去统计这个数字 所以主委 NCC存在的价值就在监督 这些是否有很多真实的讯息 还是有很多假的讯息 所以包括大家一直诟病的 到底1450存在 对这个社会啊 整体的危害跟影响 以及造成啊 某一方面的假讯息 不断的释放带风向 我想NCC 有没有责任 来导正社会 这个假消息的风气 包括委员 我们正在处理 以现在目前政府的机制来讲 除以这种网络上的主阵 在行政院有一个及时沉浸专区 所以有各个部会 依照他各自的职务去主政的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那现在执行成效如何 至少目前 即使沉浸专区来讲 成效应该还可以 沉浸专区是给谁来沉浸的 就是说因为可能 很多假讯息会涉及到各种部会的职权 那行政院这边会 所以现在只是 你提到的只是公部门 对 澄清 自行澄清的部分 对 那民间企业 以及台湾整体生活动态的 这个部分的假消息 要由谁来澄清 这个要看各个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刚才电视台 有受到比如说 可能网军伪造的这些相关的 这边是有电视台 自己去澄清 发新闻稿 然后如果说有涉及到 比如说疫情的这种摇影 谁告诉他要澄清 谁提醒他要澄清 他自己会去澄清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立即反映 那是假消息需要澄清吗 他可以自我判断 因为比如说 那网路平台呢 网路平台基本上来讲 五大平台呢 五大平台目前来讲 我们没有法律去规范 除了一些少数 比如说我们有社会法 这种是所谓的警察机关 可以去如果说认为 有些是谣言 这个东西可以用社会法去採取 这便是警察机关的职权 那比如说如果是农业的话 比如说到底是什么价格 有些这个东西变成农委会 有公部门去处理 或者是说比如说 因为现在主委你提到的 还是政府机关的跟本身有关的部分 你也提到了一个叫警察机关 甚至司法机关 到目前为止他们查得出来吗 只要是一个国外的跳板IP 他查得到吗 国外的跳板IP有时候很难查 对 然后呢 所以说 我们国家管理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是先进的国家 咨询先进的国家 难道对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管理的方式吗 面对这个fake news 全世界都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是如果从公部门角度来讲的话 这是公部门各部会联访的这个机制 所以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要找平台业者来沟通 这个平台业者 我们也希望平台业者 善尽他的所谓的管理责任 去处理这个问题 第三个 我建议主委 因为你讲的还是很空泛的一个事情 我想成立了这么多年的NCC 并没有实际的成果 NCC没有管到网络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是国家整体通讯 你早就应该提出来 我们国家整体的通讯网络的部分 都应该有专责单位 所以 所以 在这么多这么多情况发生之下 不是说请喝咖啡这些 自行导证 我觉得NCC 应该主动提出来修法 报告委员 我们有提数位通讯传播法 可是在上一届是卡在立法院里面 没有关系 你这一届在体系看吧 对 我们有提过了 但是说因为立法院没有通过 所以说 那让民众了解 是谁不愿意支持吗 这个我们当然 我们要自我检讨 是不是法案里面内容不够充实 那没有关系 可以讨论啊 那可以讨论啊 我们会再送 因为我们的国家不能每一天被谣言所控吧 是 不能说来自国外的谣言 每一天漫步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 然后呢 官方有自己自我澄清的平台 那民间呢 所以民间也是他们自己澄清的平台 所以美国有所谓的通俄门的调查 现在台湾呢 不管通哪一门 我们有什么能力调查 美国通俄门的调查也是国会调查 它不是一般民间的调查 当然是国家嘛 我现在不断提到您的职权 该怎么样来处理网络所有证据讯息的发布 因为我们要看看 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 他的社会观念不足 他热情有余 但是呢 见识不足 以网络啊 为课本 网络说什么 风向说什么 他就认为是对的 连父母都很难教育 我们的孩子 甚至啊 连学校都没有办法导证 所以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主委 NCC是不是要单纲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起码你要有这个态度 你要提出修法 你说上一阶没有修过 那你这些再来提嘛 我们会继续努力 要尽快把它提出来好不好 好的 另外啊 我们当然重视言论的自由 言论自由得之不义 但是刻意的假消息 恶意制造出来的 我们必须啊 要把它绳之以法 当然 主委有我们这个决心 当然有 希望你提出的版本 是很周全的 即便不周全 我也希望你提出来 到立法院全面的来讨论 好 让我们的国家不再是啊 一个东南亚的一个谣言制造中心 是 另外啊 对于这个 所谓这个四G啊 我们刚刚 五G 刚刚有提到很多委员在提啊 我这边资料很多的 我发现每一位委员都问同样的问题 我就 直接 请教主委 是 刚刚有提到韩国跟台湾的比较 我们是一千 我们一千 三百八十亿第一阶段啊 这个五G的绝标价格 韩国是九百多亿 对 您刚刚说因为我们是二十年的 执照 执照 韩国是几年 五年 好 那请问我们四G啊 我们的四G 我们的四G 是2013年绝标对吗 对 绝标金额是多少 一千一百八十六亿 一千一百八十六亿 对 它的执照时间是多少 十五年 十五年 对 那十五年到了没有 还没 那我们五G不是又绝标了吗 2030年 没有 好像2031年 总共是十七年 我们行动通讯会那个技术并存 不会说四G 5G出现四G就不见得不会这样 当然会有竞争嘛 会并存 会并存 主委 并存太客气啦 一定会竞争 当然国家整体的效能要提升 5G当然要推 但是你要考虑到 现在在四G 到底这些业者成本回收没有 是 这个还是一个问号 这个时候贸然又提出了5G 5G固然啊 我们只有 规划是四百四十亿的 这个财政收入 结果标到一千三百八十亿 一千百二十一亿 第一阶段一千三百二十一亿 总共一千四百二十一亿 所以我们超出九百二十一到九百八十亿 我请问一下 这个羊毛又出在羊身上啊 最后啊 还是找全民买单啊 所以啊 而且呢 通讯品质不见得优良 我是不是建议两个方式 请主委做参考 第一个 就是啊 5G的建制 它不用像机器台一样 设这么大 它只一个盒子 是不是啊 要确认 它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 都保障通讯品质 可以吗 这一定要保障通讯品质 那如果收讯 相对变成的地方收讯不佳 是不是要责成 这个电信公司 一定要把它改善完成 不然有相关的罚则 好不好 第二个 就是 我们超出这么多的金额啊 最后啊 我们本来从499吃到宝 现在要到1399 最后还是全民买单 我们国家还要继续每一年 给它收年费 我想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们应该啊 把超收的这些钱 国家推5G 本来就是为了 我们的这个快速进步的发展 这个方向 我们是肯定的 但是呢 超收了这么多钱啊 这个应该要回馈给 全体的消费者 我想主委也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认同 而且我们在行政院讨论里面 也都有讨论到这些相关的议题 那我希望我们到时候 我们的提案也能够 主委能够大力的支持 主委我这里还是要再表达 言论自由得来不易 是 我们要保护言论自由 就是要打击 非法的谣言 才能够保障正确的言论自由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现在 请何欣存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陈主委 要不要喝口水 没关系 有 好 请陈主委 很好 主委好 事实上刚刚听到 前几位委员在关心 我们上次有提过 这个数位通讯传播法的草案 那虽然在立法院卡关 没有办法顺利的删读通过 那很大一部分 当然在野党反对 那当然有一些 媒体的团体 还有一些网络的团体 公民团体等等 那我想 德国法国事实上 都已经定了相关的法令了 这表示说 网络自治跟自律的 这样子一个可能 用法律来规范 是可以存在的 是可行的 那只是说 为什么上一次 我们所提出来的草案 受到那么多的一个 意见 或者是 甚至有很多的争议 那我觉得 我们NCC这边 是不是应该 再重新检视一下 把这个草案里面 条文里面 该调整的 该修正的 我觉得该调整 就该修正 然后呢 我希望呢 我们呢也能够呢 看到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 版本的草案 可以再送来立法院 为什么 因为网络的假讯息 太泛滥了 没有说 网络的假讯息 太泛滥了 真的 网络的假讯息 太泛滥了 我刚刚听到其他委员 在关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有提到 主委你说 我们3月12号 要请 这个 不管是网络平台 或者是呢 其他的一个网络服务业者 还有学者专家 还有第三方茶 核单位等等 要来喝咖啡 不是喝咖啡 请他们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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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这个沟通有没有效 就我所知 我先讲完主委 就我所知了 那 在全世界 也有很多国家 要求这些网络平台业者 要自律 所以我们也确实看到 有一些网络平台 做了一些动作 可是 做了动作之后 也开会了 然后也删了一些人头 有账户了 但是呢 假讯息 还是层出不穷 那表示什么 就是有固定的 制造者 制造农场 那 这个是 绝对不是善意嘛 这个想当然了嘛 尤其呢 呃 台湾 身处在国际地位 在亚洲这些地位里面 我们 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但是呢 我们遭受 不管是从去年 应该说历届的选举 从选举到这一次的 武汉肺炎疫情 我们碰到太多太多的假讯息 有伪造总统府公文的 是 有伪造桃园市政府公文的 是不是 是 这些公文乱传 是在为什么要老乱民心吗 要 要来伤害我们 政府这个防疫的专业 得到民众的支持的 这样子的一个 大的credit之下 他要来动摇 动摇我们 然后甚至要来 找到我们这个防疫的破口 甚至要来做更多更多 可能是非善意的一个 呃 行为 所以 喝咖啡有用吗 沟通有用吗 如果你认为3月12号沟通之后 会有用吗 基本上来讲 为什么要沟通 就是说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 所有通信传播法 可是我们还有其他法 还是有可能 对于假讯息 或者会有一定的处罚 现在是因为 有我们特别条例吗 对 不过特别条例以外 像那个社会资讯维护法 或是其他民心法 这些都有相关的规定 最主要是要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说 到底平台业者 有没有责任 那是什么样责任的问题 媒体跟平台业者 对 当然有协力的 义务跟责任嘛 对不对 因为 他如果没有自律 他如果没有协助 他如果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个义务的话 那就是 假讯息的温床啦 因为说的假讯息 都是透过这些平台 在散播啊 那个委员 报告一下 如果我们把假讯息的认定为 是一种资讯的病毒来看的话 平台业者有些可能是故意的 但是有些可能是 没有也是受害的一个宿主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 如果他是受害的 那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平反的一个机制 或者是说给他一个澄清的机制 当然 对啊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作为啊 这绝对不是只有沟通吧 这个我们本来就是 这也是沟通的重点 我觉得除了沟通之外 还要拟定你的策略啦 是 这个策略是 如何运用有效的政府的一些 有效的政策工具也好啦 或是引导工具也好啦 或者是anyway 穷尽索尔的方式 这样子的沟通才有用啊 不然他也开过去啊 他们也说他们要自律啦 那之前也沟通了好几次啦 那 就像刚才委员所提的 其实沟通还是有一定的效用 当然他没有办法像一个法律规划那么直接 但是业者自律 他还是有一定的机制存在 而且业者他本身也有商与的问题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功能 那只是说我们这个是在 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前的 一种所谓政策工具 是啊 所以除了我还是要提醒啦 3月12号的这个沟通 我希望是有效的沟通 而且是有具体成果的沟通 而且在不侵害言论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 前提之下 我们如何不要让这些网络平台变成是 假讯息 假消息 甚至是危害到国安 甚至危害到人民的安全的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温床 当然 我相信这个是全体国人的共识 我刚刚看到很多委员不分党派 都支持要打击假消息 打击这个假讯息 是不是 好所以拜托 那3月12号的沟通 如果具体的成果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本委员会 我相信媒体应该会马上就会知道了 所以我们是期待这个是有效的 有具体成果的一个沟通 不要有沟而没有通 那其实也没有办法 那第二个其实刚刚大家也在关心这个5G 因为今天也是一个议题嘛 对不对 那5G里面我刚刚看到很多委员 也听到很多委员在关心 我们这一次标出去的天价 1,400多亿 那请问主委 我记得你上次来拜访我的时候 曾经跟我说过 在行政院开会的时候 在1,400多亿 有跟行政院那边 大家开会 有朝哪三个方向要来 运用这笔 1,400多亿 这个总共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 匡的大概 本会的部分 我们匡的大概相近600亿的部分 主要是三个方向 一个是5G的基础公共建设 另外一个是缩短 偏箱的数位落差 第三个是推广数位的公益服务 这三大部分 是 所以刚刚很多委员都提到偏箱 那我只是在提醒 我们以现在目前4G 在偏箱的运用 当然有很多的学校或是公共设施 但是呢在紧急救援这部分 我们常常认为还不足 没有错 提到重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灾防的这个部分 灾防的部分 所以如果以现行4G的灾防的服务能量 都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有有效的策略 去要求未来5G业者在偏箱 在灾防功能的这个部分 他能够及时不建 所以包委员 在偏箱的这个经建的部分 医疗教育灾防 这个本来就是三大重点 三大重点啊 所以呢我实在提醒你啊 以现在4G都要做不到的经营 你如何要用更有效的政策工具 去要求5G业者 未来能够布建 我觉得这要解决很多问题哦 这偏箱 第二个 公益 你的公益的定位 比如说 比如刚刚李昆泽召委提到的 对于青创 对于一些公益团体医疗服务 或者是公益性质的 那你的公益定位是把5G的这个标金 未来有一些这个补助预算 是运用于这方面吗 对 就是基本上来讲 我们初步的规则是供各种的公共服务的 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 包括比如产业的创新 比如说刚才 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去纳入来将来的考量的 当然这个还没有确定 因为这个要到行政院 讨论确定或订版嘛 但是像中东 什么时候要讨论什么时候要订版 这个要可能要问行政院 好没关系 那我来 那就你的部分 这600亿里面的第三个 这一个 你们未来的这个方向里面 那这个公益的性质 我希望你能够 有一份书面资料 更细目的来告诉我们 你们想做什么 好 那你们可以帮忙我们地方做什么 是 那第一个 回到你刚刚讲的三项里面第一个 那再也就是这个基地台 对 刚刚你有提到 我们有部分的预算要去推广 希望能够推动我们这些业者 对于基地台的部件 对 我们有三个嘛 共评 共建 共网 还有一个另外 共网 对不对 那你认为这三个 可能达得到目标吗 是可以达到 只是说要多长时间的问题 那目前来讲 这个就是重点啊 目前 我们7月1号 电信管理法 我们希望那个行政院就公布 我们会提给行政院 那等电信业者转换身份以后 这三个东西来讲 他们就可以加速去进行 所以 应该下半年来讲的话 就可以看到初步的成果 所以下半年有可能看到 共评 共网 共建 共建 我觉得是比例 共建现在版就有了 本来就有啦 因为包括4G 现在这个时代 他们很多的业者就是共建嘛 但是共建 我又提到 刚刚有其他委员提到 5G的基地台 要比4G的基地台更密集 更多 那这个部分 未来会碰到 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常常碰到的 沟通成本的问题 你不见基地台 对于社区的沟通 这个部分 我觉得NCC 也不能置身于事外 这我们责无旁贷 所以我们本来 关于电子播相关的宣导 所以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所以这个基地台的部分 我想 未来我还是要救教于 主委 还有NCC的 所有的这个相关部门 我们未来对这个基地台的部件 如何跟这些通讯业者 要达成一些社区的公司 还有这个沟通 未来它应该是如何的来 赢得社区的支持 我觉得这样子才不会 第一个我们兼顾这个 应该是说 兼顾他们这个 手机组的 大家的这个消费 消费者的一个通讯的一个品质 第二个还有社区的和谐 第三个政府跟业者之间的 对社区还有对这个监理的 这个整个共同的一个 协力合作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那最重要最重要最后提醒一件事情 大家担心的资费的问题 我希望这5G天价 不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以现在4G跟5G未来 都会并行刚刚李赵伟所提到的 那这个资费之间 之前4G为了499之乱 就已经强克抢成 造成有一些消费争议的问题 我希望主委能够预防 甚至能够预见 未来我们不希望发生 5G业者的为了抢克 而有资费上 波及到消费者的权利的问题 好不好 是业者开台以前 我们会他们继续强化沟通 这部分 好谢谢 好现在休息10分钟 好年轻人员 好年轻人员 好楠人员 好年轻人员 好久不久 我退一人了 好年轻人员 好年轻人员 好久不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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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三诶 为 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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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 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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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C预算 第一波 第一波 那這個 決標金額 從原先預估的 400億一直衝到 這1400多億元 所以這個也成為 讓台灣成為世界前三 列明前三的 這個得標金 那在現在 外界就是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本席先請教 就主委個人的立場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那因為第一個5G的開始來講 就是類似我們當時世紀一樣 因為這個新技術的產生來講的話 各大業者都是勢在必行 所以因此來講的話 而且另外一個是我們5G的 那個執照年限的比世紀更長 長達20年 所以基本上他們業者 經過他們的成本預算 應該是可以負擔得去 才會出現這個標金 那當然就是說 這麼高的一個得標金 也讓外界也會 擔憂一個現象 相信剛剛很多委員都關心的 就是說這些電信業者 是不是會將這麼高的一個 得標金的成本 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 那前陣子 我們也看到主委有表示說 會嚴密適當的一個政策手段 來幫助業者 建置這個5G的一個設備 那這方面不曉得 目前有沒有研議相關的一個方案 我們目前的方案 現在都在行政院討論當中 還沒有確定 不過就是剛才所報告的 第一個就是加速推動5G的基礎建設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業者只要超出他的基本建設 衣物以外來講 我們會斟酌的 要看他的相關的建設的狀況 會希望用這個標金來補助業者 可以加速他的建設 另外一個 縮短數位落差 落屬偏鄉的建設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剛才也有所講的 如果說將來在偏鄉裡面 關於醫療教育還有防救災的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也會透過補助的方式去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補助 推動這個工藝服務的部分 這個部分來講 也是我們編列的一個重要對象 是好那就是說在這個5G視照 這一段期間當然是大家 尤其是這個電信領域的業者 都相當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最近我們也綜合了一些 就是資料 那看出就是業者 他們也有提出了 他們的一些建議的方案 那包括就是說 希望編列這個400億元的經費 來協助他們優先在 重要的需求的地區 或者是公益的地區 來建置5G的網路 還有包括就是 編列400億的經費 作為創新補助的經費 還有就是 包括補助建置資安的設備 還有免收5G頻率的使用費 還有4G頻率使用費 還有就是租稅跟融資優惠的 一個減免、抵減 或者是延長 那另外我又整理了 這個學者建議的方案 包括補貼偏鄉基地台 這個主委剛剛都有提到 還有就是對於公共性質的 應用服務的開發的一個補助 還有 採用消費券模式 來減少消費者使用5G 應用服務的一個費用 那關於 不管是電信業者的建議方案 或者是學者的建議方案 就主委你個人來看 哪些是可行的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才三大主軸 那是整個行政院 我們在跨部位已經確認下來的主軸 這裡面的那個方案裡面來講 如果符合這個專案的部分 我們都會斟酌採納 那至於說如果其他的部分來講的話 有一些可能是 比如說像消費者這個模式呢 基本上來講 我們在討論後來講 並沒有採用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最後的細節 因為這筆標金呢 不是只有我們NCC的部分 因為它進國庫 所以在行政院來統籌運用 然後來作為 可能各部分裡面來講 未來發展我們5G產業 進行所謂數位轉型 還有數位經濟的發展 來統籌運用 所以這個部分 有些部分來講 我們就剛才稱呼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的部分 那有些比如說 你像那個加速建設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斟酌的補助 而且不一定只是在偏向 偏向當然是一個重點 那其他的應用服務的推廣 這個也是我們補助的對象 那至於說 比如說像這個 租稅優惠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我們還會跟經濟部 或是其他這個部會來討論一下 是 這個就是 所有的這個得標金 就是進國庫嘛 所以未必說全部 未來一定是 在專款專用在電信的 這個設備支出上嘛 是不是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它能夠這個部分 盡量用在5G 而且跟整個產業創新 就是有相關聯的部分 跟這個電信產業還有創新相關聯的部分 還有數位經濟 對 數位經濟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就是說 這個5G的時代來臨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讓民眾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個5G應用的一個便利性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時代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如何讓這個 未來在經濟或者是民生的領域 能夠充分的應用這個5G的一個科技的一個服務 所以本席也提出了 這個幾個建議的一個方向 就是包括就是希望 要建勤就是能夠免收這5G的頻率使用費 還有延長投資抵減年限的方式 不過就是要要求他們 這個電信業者要落實非六度以外城市的5G建設 因為可想我們可以想像的就是說 對於低信業者他們花費了這麼大的一個資金 這個得標金的成本 那未來他們如果基於這個收益的一個便利性的話 我們是擔憂說它是會先著重在都會區六都的一個建設 那對於偏鄉地區 我想這樣可能會造成這個使用者比較不公平的一個現象 那再來就是說對於各大工業區 這個基地台一個建置 還有偏鄉地區5G的一個建設 希望能夠也列為優先 因為有關這個數位經濟也好 或者是產業創新 我想在針對這個企業的需求應該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我想整個未來時代的一個趨勢 老年化的這個社會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是不是針對這個娛樂跟長照 這個領域的產業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獎勵 然後讓他們在應用這個5G方面能夠更加的便利 這個5G的應用部分 基本上來講我們的方向跟現在跟委員所提 是大致上是相同的 當然有些細節的部分 有些涉及到本會的部分來講 我們會是滾動式檢討去如何去應應 那涉及到其他部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其他部會來討論 而且最重要是我們會把這個相關的意見 提到我們行政院的這個相關的平台上去討論 5G這個標金的使用 會讓這個標金做最有效有力的運用 然後促進整個我們台灣的整個數位經濟 就是我們在這次的這個就是平埔的一個就是試照嘛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去年行政院也有拍板 就是說這個專網專品的一個政策 那所以我們在5G標出這個天下之後 那跟行政院要推動實驗性質使用免費的企業專網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會不會就是說造成對於付出這樣子高的一個 標金的這些電信業者是不是會有不公平的一個現象 基本上專網來講 因為5大電信業者他所標的那個是商用頻段這個部分 這個是作為相關的未來的這個經濟使用 那專網的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在主要是目前可能是一些大企業 尤其是像工廠這些相關的使用 會基本上我們當時對於專網有三個基本原則 就是所謂的需求明確 然後實驗先行 然後那個所謂的和諧共用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專網的執行過程來講的話 應該會比較稍微後面一點 但是至少來講的話 他對跟5G的商品不會直接產生衝突 那如果說我們依照預算法第94條來看的話 就是說這個配額頻率或者是其他限量或定額 執照的授予 除了法律 你有規定外 應該以公開拍賣或招標的方式 為之然後收入收歸國務庫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方向 是不是會抵觸到我們這個預算法 我們現在電信法裡面來講 也有一些專用電信的規定 所以我們本來就有POP、POC 所謂的一般概念實驗性的 或是那個商業實驗性的這種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一開始來講 像專網來講的話 我們剛才有跟委員報告 我們要實驗先行 就是說這個東西來講 到底是不是符合我們電信裡面 所謂專用電信的部分 如果符合它還是有電信法的依據 所以應該是不會抵觸到預算法 不會抵觸啦 可是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這個頻譜是 真的是國家非常珍貴的一個資源 那也基於說這個使用者付費的這樣子一個原則 當然就是說 主委有提到的這個實驗先行 就是創新的這樣子 基於這樣的鼓勵的一個原則 可是就是說 如果說他們在實驗之後 然後有這個收益 就是說有運用到商用收益的部分 如果還是免費的話這樣子公平 那個專網就是不能作為我們一般所謂的商用 基本上來講 當然而且在專網裡面來講 他還是要繳納相關的這個所謂的頻率使用費的部分 所以他不會是完全免費的 不會完全免費了 所以那目前我們NCC 目前就是說 對於這個切磚網的計畫進度 大概進行到什麼程度 來我們請 指援處 委員好 基本上在行政院在 院會已經決定要在110年到111年開放 那我們現在針對 相關的法規正在做研議當中 不過基本上我們的POC跟POP 我們主委剛才已經跟委員報告過了 已經可以隨時接受申請 那後續就根據這個專用電信的方式來申請 所謂的5G專網 所以那接受申請我們已經都公告了嗎 POP跟POC的部分已經公告了 隨時可以受理 但是企業專網部分的話要在110年到111年才會正式的公告施行 那就是我們也希望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也是要符合公平的一個原則 那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假訊息的部分 很多委員都有關心 那我們也看到之前 我有注意到主委也有說過說 未來會導入這個AI智慧 來網路搜尋這個假新聞這個部分 那不曉得目前我們NCC針對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進度 假訊息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就我們的能做的部分來講 所以說剛才有講3月12號那個所謂的大型的這個網路平台 跟他們的溝通會議 那假訊息這是每天都會出現的 就要看這個假訊息是哪一種方面 如果是跟這個所謂的病毒有關的 那基本上來講就有CDC來處理 我們來協助 是就是由那個指揮中心 對對對 是好 我想就是最近 隨著科技的運用 這個假訊息真的也是這個層出不窮 當然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透過我們NCC這邊有效的 一個政策能夠遏止這樣一個假訊息 的一個資深跟傳播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現在請許智傑委員發言 麥克風 謝謝主席請陳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剛才我們有幾個臨時提案 我想都是大同小異啦 是 那都是希望說這個超高天價的標金 是大了 多了差不多一千億嘛 嗯 那這個大家也有共同的要求 就是頻率使用費 對基礎建設費跟資安網路建設 是不是我們可以由這個超出的標金的金額 來使用 來減輕業者的負擔 相對的也會減少我們消費者的負擔 是 那你剛才也有提到說這個是到行政院去統一 去運籌 對 對 那我想知道就是現在有沒有一個 眉目 大概會怎麼用 好 就是在頻率使用費 基礎建設費跟資安網路建設 好 那我們將來要佈建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好 那目前NCC有沒有什麼規劃 比如說一年兩年三年你們大概的規劃是怎麼樣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報告委員 頻率使用費那是我們NCC的本來在電信法裡面的規定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報告我們那個是會滾動式的去檢討 那至於這個標記的運用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大概框了將近六百億元的這個部分 分為剛才三大目標 大概是5G的基礎公共建設 還有縮短偏鄉的數位落差 還有推廣數位的公益服務部分 那具體大概原則上是分三年期來編列這些相關的預算去執行 那其中比如說 像相關的這些比如說網路的建置 然後資安設備的防護的建置 然後干擾的補償 或者是說偏鄉的 包括醫療教育 或者是說 災訪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都有框列一定的預算在 所以大概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幾乎所有的委員都會一致的來關注 就是說這個部分到底我們NCC的作為 會有什麼具體的讓 民眾有感的 那到時候讓消費者有感的 我舉個例子 現在南韓 他們打算的那個5G的套餐的資費大概多少錢你知道吧 套餐來講 要看他是有那個吃到飽的還是有那個 我們以吃到飽來看 吃到飽他是兩千 大概兩千多嘛對不對 對兩千多 那像中國他們 現在規劃的 最低的大概是五百多 但是他沒有吃到飽 那最多的吃到飽可能要兩千多 對沒錯 那台灣現在 台灣大哥大他提出的就是 找無鳥預約資費 月養一千三百九十九 那這個 會有可能是吃到飽嗎 基本上來講的話 如果是依照我們原來 4G的經驗裡面來講的話 以台灣的消費者的習慣來講的話 業者推出應該都是吃到飽的方案 如果你有限制那個使用來講的話 大概這個競爭率就會比較弱一點 對所以他這個大概什麼時候 會有一個具體的 我們剛才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Q3的時候 應該這個電信業者 因為陸續去推出這個所謂的 5G的應用服務的相關的這些服務 那所以呢 這些資費應該是差不多在今年Q3 7月份以後會陸續出現 對所以我想請教 主委的就是說我們 預計5G的 普遍化 成熟使用大概還要15年左右吧 我看整個部件的速度 還有我們相關的應用服務 跟委員報告 5G的想像跟4G是不一樣的 4G最主要來講的話 它的最主要是從 中端消費者這些 有相關的費用 資費收入所以占主要的部分 可是未來 中端消費者的資費在5G裡面來講 初期當然會這樣比較大的比例 可是未來來講 5G真正的應用是在企業或是經濟方面 就是B2B的部分 它的商用的部分 比如說我剛才所提的 所以也就是說4G 我們大概花了10年的時間 對 就是讓所有的全民可以普及化 沒有沒有 4G沒有到10 如果是2014年開始的話 現在是2020年 大概5、6年了 5、6年 5、6年而已 我們台灣雖然4G跑得比較晚 但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現在我們的使用量來講 是全世界應該是排名第二的 所以在定位上 就是5G的定位 它並不是完全的人民的普及化的定位 不是完全只做通訊或數據上網用而已 它最重要是很多的是產業的運用 包括智慧的製造 智慧的醫療 或是智慧的交通 這些相關的 IoT 所以5G會跟AI結合在一起 將來講就是我們所謂工業4.0 這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應用 所以我們再回歸回來 就是說最後我的消費者 到底我服務的品質 跟我的收費 是不是合乎我的供需原則 我可以接受的程度 這個其實還是消費者 最重視的部分 所以我們本來就打算在5G 開始商轉以前 就提供服務以前 我們會再找各大電信業者來溝通 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我們希望延續 市基這種所謂的 職優價廉的精神 去去服務消費者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這個啦 職優價廉 這個聽起來就很迷人 當然做起來是很辛苦 希望 那如何能夠布建 這個職優價廉的機會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特別的在要求NCC 在這一部分 能夠多做努力 是 要不然5G的起點 最後可能會變成消費權益的終點 那就不好 不會 應該不至於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說 我們NCC特別的注意 是 那當然就是說 另外 這一次華為的手機 它標註成 中國台灣這個 你們已經有具體的作為了 是 沒有錯 我們要求這個 送手機審言要簽 切結束 我想這個部分先給予NCC一個肯定 是 那就是說 台灣的主權 不能被矮化 這是國家尊嚴的問題 當然不能背負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NCC要求所有中國品牌的手機 而不是只是華為 其實基本上來講應該也不是只有中國的手機 我們甚至要要求到全世界的手機應該是尊重我們國家的尊嚴 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 對 全世界的搞我們就是中國 對啦 其他的當然就是 如果中國給他們壓力那是其次啦 那就是我們最主要就是中國所有的品牌 我們希望說 NCC可以 所以跟委員報告 全部一起要求 我們現在不是只有切結束 我們現在將來會進一步去修法 把這個納入在我們的法規裡面去處理 好 那這個 要多久 我們請處長回答一下 是 報告委員 那個 確實委員談的沒錯 我們基本上是一體適用 所有的手機業者都必須要切結 那為了要法制化以後 將來我們會鬧在法規 剛剛委員隨詢說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大概在兩個月之內 大概就完成 兩個月之內 是 好 完成的時候跟我幫忙是通知一下 好 我知道兩個月之內是不是真的有完成 好 因為那只是修改我們的執法而已 所以相對來講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是全世界都要求 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手機 我們一定要去嚴格的要求 是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先提一個點 以後我們再慢慢的談 就是說現在NCC管的除了是管電線法 那像OTT TV NCC是應該也在管匣的範圍之內 OTTV 其實只有TV而已 因為OTT是一個透過網路的應用服務 我們只是管那個網路的視聽服務 我希望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當然牽涉到很多國家的問題 但是現在像最賺錢的YouTube跟FB的廣告收入最多 對 這個其實在國家都沒有收到任何的稅金嘛 所以 而且將來這個整個環境 你包括有限電視 包括MOD 包括OTT 未來所有的廣告的競爭 事實上它可能會佔到我們很大很大的部分 沒錯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去思考的話 事實上將來對我們國內的業者競爭是相對的不利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NCC其實你們現在管的到的管 管不到的要思考說怎麼樣以行政院的角度來管 也就是說你要去創造整個國家內部 就是整個影視產業包括整個這個廣告產業 然後如何讓國內更好 那這個部分當然你如果永遠站在NCC的角度 你可能永遠都不見得全部管得到啦 但是我是希望說我先拋出這個議題啦 那也就是說NCC 假設NCC主委以行政院院長的角度來做思考 你今天包括我的財政收入 我應該跟財政部有任何有相關的稅務的問題 或者是說我要用公司的角度 我跟經濟部有任何這樣子應該要互相配合跟資源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站在一個行政院長的角度 你會思考到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創造讓國內有更好的環境 我現在覺得NCC有所不足的就是說 我就關到這裡那不是我關的 包委員其實你剛才所講的問題 行政院已經開過非常多的會議 我們也參與在其中裡面 包括你剛才所講的稅 比如數位稅的問題 對 包括甚至於兩岸關係 比如說愛奇藝的問題 比如說廣告收入的問題 其實行政院已經開過好幾次會 我們也都參與在這個裡面 那以後我就 因為行政院我們要問不好問 這個部分其實跟NCC算是關係最大的 那你可不可以把這個責任幫忙擔下來 以後就問你就好啦 那其他各種不同的部位要怎麼溝通 我們可以來協助啊 要抽稅這個問題一定是財政部 我們不可能是幫那個 我們會跟財政部協調 要給主委的一個概念 討論就是說 財政部他可能沒有想到 或者他又想到技術面 可能我們NCC比較懂 那最後可能我們NCC 跟整個業務的相關連性會最大 所以總是要有人把這個責任擔下來 不然到最後推來推去 都我不知道要問誰啦 我們沒有推來推去 我們都是共同來處理的 沒有推來推去 我是希望說就是共同處理 那NCC可以盡量來主導 把這個責任擔下來 讓我們就知道說 比如說NCC擔下來的時候 發現說我需要財政部資源 需要經濟部資源 需要行政院給我一點點力量 那我再跟這些單位溝通的時候 會比較有power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協助NCC 但是最後這個責任擔下來的 是不是先拜託主委 可以把這個責任擔下來 當作是一個我們國家重要的工作 對網路治理這一塊 我們本來就是一直用力 好謝謝 好謝謝 現在請劉兆豪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各位請陳主委 謝謝 請陳主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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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做一個廣泛的民意調查 一般民眾根本搞不清楚什麼叫4G、5G 甚至以後6G、7G到10G 那個G代表什麼 Generation那個大概很多人也不知道 就算知道那個英文字的G代表什麼用意 其實也沒有人真的懂裡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所以消費者其實是一個很被動 而且政府跟業者講好要提升5G 4G變成5G、5G下來更要往後退 坦白講我們也沒有 消費者也沒有抗拒的能力 也不能講說不好意思我不要提升 其實我的用途我覺得2G、3G就很滿足我了 我根本不需要那麼快 像剛剛主委你在回答說 這個5G最主要是將來B2B可能會受益很多等等 我們當然是很樂見工商業這樣發達 但是對消費者來講 我就不需要那麼快 我也不需要容量那麼大 你講那麼多的很高端的科技我也聽不懂 我其實只要就現狀來講 我就很滿足了 但是我又沒有抗拒的能力 你提高的時候我要跟著提高 收費的標準要跟著提高 所以主委我覺得這一點在NCC要扮演一個把關的角色 就是說在整個收費的支費的比例 或者是大家現在還滿方便的吃到飽等等 這樣收費的標準 主委你有沒有可以做一個承諾說 這樣子的整個費率的架構 將來NCC會站在消費者這一端來講 不會讓這整個收費的架構變成比現在 跟人家說還比較貴 或者說他的選擇性變少 主委你可不可以來說明一下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市場經濟的發展跟消費者權益 本來就是NCC建立的重點 我們當然不樂見也不希望建到 所謂消費者的使用 因為資費的關係而受到影響 這程度我剛才所提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建構的 就是一個只有價廉延續4G服務的精神 來建立這個5G的這樣子 所以跟委員報告 現在已經有業者提出所謂找鳥方案 當時也是參考4G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1399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概我們這個部分 在業者開始上路 整個大概Q3整個5G服務要上路以前的 我們會找業者再繼續來溝通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會使用 我們5G的第一批議定什麼時候會上路 7月 今年嗎?2020年 第13G就會上路 每家的情況不太一樣 但是應該是Q3 好啦 主委另外 我們更關心的是政府收那麼多錢 那這個錢當然我知道不是在NCC的 那是同收啦 同收就進入到國庫裡面 然後再做分配 好 但是我們最關心 因為這筆錢就是從電信的頻譜去 招標拿到的錢 那NCC的主管業務在你們的組織法裡面 開宗民意講其實區域的軍人發展 是你們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嘛 那本席在這裡 其實在過去第8屆第9屆到第10屆來 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因為現在大都市的或人口集中的地方 通訊的方便性大概政府也不用關心 業者一定會把它做好 因為所有顧客都 百分之八九十的顧客都集中在這裡 現在這種通訊的品質 NCC最要關心的就是人口密度低的啦 或者我們講所謂的偏遠地區啦 那些人口密度低的 其實業者如果政府沒有用行政手段的話 加以限制或加以要求 坦白講那個做的速度一定會慢 而且現在來講 現在最需要做的大概都是人口密度相對低很多的啦 但是它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又鼓勵要區域金人發展 又鼓勵年輕人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做產業的發展 現在產業的發展如果通訊光上個網上個網都要還在用時期時代的速度在上網的話 那坦白講你如何讓年輕人能夠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所以本期在這裡要講 我們針對這樣5G的這樣的狀況 NCC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要求業者要來做電信率普及這一件事情 區域簡單講就是區域金人發展這件事情 不希望把投資都放在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八九十的地區 其他地區的NCC的做法具體的做法有哪些 這個議題呢 我記得委員上一屆就問過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個標金的使用上來講 裡面就有一個叫做縮短數位成鄉 縮短那個所謂的數位落差偏鄉建設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來講現在已經匡列一定的預算 這樣用加強那個補助業者 在這個偏鄉的興建 你考慮一定預算一年考慮多少 我們公眾 我們大概是不是差不多四十億左右 我們目前的計畫是這樣 四十億 那補助業者在偏鄉的建設 補助他們也不一定是偏鄉 比人口平均以下的這些相關的區域去處理 那是人口密度低的啦 對 人口密度低的 這一定是要照顧的 這個是所謂的城鄉或是區域均衡發展的一個要求 這個也在我們的計畫裡面 我剛才一直講說 我們未來5G的標記裡面有三大主軸 第一個就是加強5G的基礎公共建設嘛 第二個就是縮短偏鄉的數位落差 第三個是推廣數位的公益服務 所以比如說以委員的選區台東來講 比如說那這可能有一些是偏鄉的建設 有一些可能是公益系的 主委 因為這四十億不是說自己做嘛 你是跟業者大家彼此他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來做嘛 對不對 好 那你這一部分你是在落在哪一個階段去執行或要求他們 因為現在平埔的那個投標是出格 你們雖然資格審查 但是最後是用價格來決定嘛 價格來決定 價格決定我都退到 比如我出800億900億我就拿到了 你在哪一個階段 哪一個階段要求他說 如果你沒有做 我這個四十億裡面 比如說我撥五千萬要求 你在哪一個地區要做一個怎樣通訊的改善 你要配合一定的金額 但是他有可能不做啊 因為我就表到啊 你要在哪一個階段去督促他做一件這件事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三個目標是同時進行的 就是說當然業者就像委員說 我講他一定會像現在都會自己興建嘛 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他沒什麼態度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同時也要求 他在數位那個偏向裡面 有一定的我們先改善什麼 偏向比如說像醫療的使用 教育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標我已經標到了 你在哪一個階段 你要在哪什麼地方要求他說 因為他有可能 因為你出這個錢他也是要出錢嘛 對 那我就沒做 沒做你有什麼行政手段來可以 來要求他做 或強制他一定要配合 這個就是補助的手段 用補助的手段去處理 比如說我們從今年下半年就開始建設嘛 這個預算來講 因為未來三年嘛 所以我們希望在三年內 能夠達成這個整個相關的 所以那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補助的手段 你有把握 業者一定會配合就對了啦 你標一標到嘛 你原本是你如果還沒標到 我可以有行政手段啊 是 那你有什麼方法來 因為本來我們業者 依照電信管理法 還有電信法裡面 本來就有普及服務的義務存在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包括我們的事業 尤其是像頻率使用費的技嘉來講 我們打折對 是偏向的建設 本來就是我們打折的一個 非常重的標準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你 你們要一個 因為有可能他就 反正我已經標到了嘛 我這地方我就 會比較怠惰或延遲不做嘛 你如果有一些行政手段 不是錢的問題而已 對對 我們會行政手段 包括電費 費率的審查什麼等等 你要做 有這些行政手段 你才可以 我們行政手段很多種 你還可以要求他做啦 我就是要要求NC 要善用這種行政手段 不是被動說我出 沒有沒有 我們要拜託 也要成為他的義務之一 因為你得到這個國家的資源 你就跟政府有這樣的責任 跟義務要一起來改善這個區域精神發展 就是我剛才講說普及服務 本來就是他的義務 另外本期再提到 就在去年的時候 主委有到我們南圍鐵路大五到普安的行動通訊的開通 整個開通 這整個路段已經開通 另外我們其實還有幾個路段 還有包括仿寮到中央隧道 還有大五到金輪 金輪到資本 這整個南圍鐵路的行動通訊有待改善 那主委這部分 我們NCC工作期程 什麼時候會開始來跟業者一起 大家來啟動這些的通訊 我們今年109年會持續改善 剛才委員所講的部分 這三個路段都會做嗎 目前來講是三個路段都做 但是可以 一百空高年就放到年底看 我們整個往後 今年年底嘛 對對對 我們主委就強加督促 讓這整個三個路段 讓南圍鐵路的整個路段 我們要即時完成 都能夠暢通通訊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現在請陳雪森委員 陳昭偉發言 好 謝謝昭偉關心 是不是有請我們主委 請陳主委 委員好 主委早 今天早上那個 連江縣劉正義縣長 還有金門縣 楊政務縣長 要我特別代表在那邊向您 致謝 不敢 協助金門馬祖 這個電視數位化的完成 是 謝謝 恩西西出了很大的力氣 今天質疑大概分為四個部分 向您請教 大概5G第一階段 從108年12月10號到109年2月21號 已經完成了5G的視照 重要的政策 是 那麼三大電視業者 標金大概已經繳交國庫 對 今年第三季也就是7月份 是不是準備開台 對 那開台需要審查嗎 我們目前 他現在標的 比如說 頻率 頻率是照確定以後 他現在繳標金 然後已經在送事業計畫書 還有自動安全維護計畫書審查完以後 會進行相關的比如說 相關的一些行政程序這樣子 那不是隨時就可以開業 那還有一段行政程序 要經過審查的程序 這個審查的程序會不會比照說前面的 3G 4G 對是一樣 我們這次還有更慎重是有一個叫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大概要多久 那個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不補件的話 大概是14個工作天 但是如果有時候補件的話 會比較長一點 那14個工作天 可能會長到一個月有可能 就看他的補件的程度 那麼這一個案子 標案可以說世界第三高的標金 我希望能夠 儘速讓國人享受到5G 高速網路的服務 那麼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這個頻率使用費 對呀 我想很多委員都很關心這個事情 我想去年電信法三度通過的時候有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的內容你知道嗎 知道 就是電信管理法的附帶決議 就是建議主管機關對於頻率使用 之收費標準應該依據營運狀況 還有普及成效 總釋出的頻寬及技術 還有市場服務的成熟程度因素而定定 對 並逐您就上述的因素檢討 對 隨時調整頻率 所以我們在做滾動式檢討 頻率使用費的收費標準 對沒錯 這個應該是照這樣的基準去做嘛 對 美國FCC啊 他自5G的標金裡面大概提撥了90億美元 作為基金 對 那我不曉得我們就基金的部分 我們這個標金一共提了1400多億嘛是不是 1400多億 那5G的基金啊 我不曉得NCC有沒有做準備要產立基金 我們因為這個前進國庫 我們當時在行政院開會裡面來講 後來是決定不設置基金的方式 而是用那個在行政院的層次裡面來講的話 有主要的跟整個數位發展 數位基金有關的部會 提出他們的需求 用這種方法去處理 所以沒有設5G基金 你們沒有準備去 去比照美國的模式 沒有 提撥部分的標金做電信業者 因為這個基地台建置需要費用啊 有啊 所以基地台的建設的補助 對很像其他委員質詢的時候你是提到說 用補助的方式是不是 對沒錯 好 我第四個要提到這個 我們離島偏鄉 5G的建置啦 5G擁有高速 還有低延遲 廣連結的三項特性嘛 那麼你解決了這個4G頻道 評判那個小億勇篩的問題啦 頻道比較小嘛 很容易勇篩 因為5G對這個固 固體的建築物啊 很難穿透嘛 對 很難穿透 那麼訊號 隨距離也會快速的下降 沒錯 是不是 是 要建築 要建築 差不多要三倍啊 比4G要多三倍到四倍的基地台嘛 要 這個部分你們如何解決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說我們 因為現在的5G一開始來講 它是採NSA的技術 就是說它會跟那個4G的這個 整個基地台去共共嘛 那它很多的地方 如果它傳輸的功能來講 它可能會用小型的基地台去補系 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室內或是怎麼樣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業者他們有他們相關技術去處理 那所以說 基本上原則上來講 對於基地台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也會 跟民眾或跟社區來溝通 或是請業者跟這些來溝通 就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在整個使用過程裡面來講 基地台 將來是無可避免會增加很多 但是我們會把這個安全性 讓它沒有那個疑慮 至少這些相關的觀念 會做一些宣導 因為這個基地台的設置 民間啊 有一些老百姓反彈的聲浪很大 所以你基地台原來你看看 4G3G也好 基地台民眾已經反彈到這個地步了 你說在三倍的基地台 這個需要溝通的 這個需要溝通的 對 而且跟地方政府溝通很重要 而且尤其跟地方 包括社區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嗯 由於5G的這個 高頻的毫米坡容易受到干擾 那麼要更多的基地台 才能夠達到一定的覆蓋率嘛 也有電信業者表示 光這個5G基礎建設 就是三倍 那麼目前 還找不到5G主流商業模式的情形下 電信業者短期之內 不會全面的建置5G的基地嘛 有沒有這個問題 4G跟5G本來就會變形嘛 這個就是讓消費者去選擇 本來一開始來講 現在5G一開始 5G應該是說它的商業模式 各個國家都還在摸索探索當中 那 不好意思 那比如說有一些像智慧製造 或者智慧醫療 或者智慧交通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個我們本身的企業也 逐漸的開始在預期使用5G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政府的帶頭使用5G 尤其是相關的醫療的這個部分 或者是相關公共服務的部分 那比如說委員看看你的選區是在連江 那離島地區來講最缺乏 比如說像醫療資源 那醫療資源來講的話 那將來如果說5G時代來講 那個遠距醫療的使用 或遠距教學的使用 或是災訪的使用 在5G將來發揮的功能會比市值更好 那這個政府就要帶頭去做 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也匡列的相關的預算去補助 電線業者去處理 現在有一些這個基地台 有的都在國外 有的放在電線桿上面 都用了嗎 對 有智慧路燈放在電線桿 路燈上面都有了嗎 交通耗資也有 這個民眾有反彈嗎 其實全世界很少民眾反彈 像台灣這麼多 基地台的部分來講 台灣是特殊 很特別的 基地台抗爭特別多的國家 不過我是擔心 你短時間之內 不可能建立5G的基地 即使NCC你們表示說 電業者覆蓋全台 有50%人口的義務 這個訊號集中在6度的現象 可能在所難免 對當然 因為在商研商 他們一開始 獲利模式一定是在人口 比較稠密的地方 是的 剛才劉大豪委員 也質詢到 離島偏鄉的問題 對 目前4G普吉利 還是有一些訊號 受不到的地方 是 我們會持續的要求電信業者去 因為離島偏鄉受到地形的 地形還有交通建設成本 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電信業者在5G建設之初 一定併除優先建設之內 把離島偏鄉 那麼甚至部分的電信業者 基於商業成本與利潤的考量 可能將離島偏鄉 把它併除在5G的建設之外 你們覺得也有這個可能性嗎 我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第一個因為 本來依照電信管理法來講的話 電信業者本來就有普及服務的這個義務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也會補助他們偏鄉建設的 這個相關的一些經費 第三個就是說 在頻率使用費上面來講 我們偏鄉的建設也會打折 所以我們努力多出業者 尤其要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好不好 包括離島偏鄉的地方 我們都會注意 因為我們是建議最好設立基金 你設立基金的話 這個錢我們將來就可以預住 你這樣把它歸納到業者身上去 業者他 如果你不補助他就不做囉 沒有 這個不一定要 要補助業者不一定要基金 就只要在我們這個 這個費用裡面來講 我們匡大概三年的預算 你這個錢到國庫裡面去 再把它挖出來 有那麼簡單嗎 這個基本上 我們在行政業開會裡面來講 行政業基本的原則上 就是這樣去進行 你們應該有提一些建議 有有有 你沒有匡列基金的話 你起碼有一些 有善意的建議 我們匡列大概有六百億的 將近六百億的這個 這個預算的部分 對 好 就是進行三大面向 就剛才的委員包括 包括基礎建設 包括縮短片箱數位落差 還有推廣那個數位公益服務等等 好 那麼本期建議就是說 為了鼓勵 積極投入里島偏鄉5G建設 與服務的電信業者 政府應該援你給予電信業者租稅 或是投資低減的優惠 我覺得你們這個可以併案進行 我們會跟經濟部這邊相關的來 是的 我想今天主要除了這個議題之外 我希望NCC也能夠注意到里島 尤其金門馬祖澎湖 還有偏鄉台東 有一些偏遠地區 宜蘭 花蓮等等 好不好 好 我們這邊邊角落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鄉親能夠普及率 對 能夠普及到 這個區域的發展我們一定會注意到 好不好 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趙委 謝謝陳趙委 現在請林代華委員發言 林代華委員 林代華委員 林代華委員不站 現在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好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我們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 主委好 這個有限廣播電視法 這個104年12月18號修正了 這個第45條 這第45條特別規定 系統經營者 因每年按當年營業額1%之金額 提交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之特種基金 這個第二項 前項系統經營者 提交至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效率目的 運用 第一個 30% 由這個 通訊傳播委員會統籌運用於 有限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 對 請問一下 這個 30% 一年大約多少成 30% 我們 大概1億多一點 1億多 不多 1億多 這個 它是要 運用於 有限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 對 普及發展 像 很 這個 很自然的 它應該就是要 偏向地區的 怎麼樣去加強 比如說像那個 有限電視的數位化 或是我們現在在推動 所謂4K 4K機上河 這方面來講都有運用這筆機器去處理 在你們在1億多的經費 夠不夠用 如果說要很全面普及 但是不太夠用 但是就是 我們就是分年足相去補助 1億多其實沒有很 我了解的是 非常不夠用 事實上 要做的事情很多 沒錯 幾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 以花蓮來講 花蓮的 南區 花蓮的中南區 這個有限電視的費用 就比較貴 它要繳給有限電視 因為它的路線比較長 線拉的比較長 所以 像類似的 其實都是 是要去解決的部分 所以它根本是經費不足 我們那個有限電視 比如說花蓮或台東這邊來講 也都是用很多 都是用我們有限機器去補助 不過因為它那個地方 第一個方面 人口比較少 第二個戶數比較少 然後地方加上工程 因為它空間面積比較大 對 所以雖然 這個第二款 第二項的第二款 雖然已經有 提拨 40% 到直轄市 縣市政府 對 但是這麼多的縣市 一分攤下來 就其實不多了 對 沒錯 不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第三款的部分 在 104年12月18日 修正 104年到現在 已經好幾年了 超過五年了 將近五年了 最後一項 他說 前項第三款 之停止實施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然後 至停止實施之日起 嚴監證 財團法人 公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之金額部分 於由中央主管機關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運用 之所以會做這樣的一個規定 這個是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施行 因為政府成立的這個 財團法人相關的這些電視 不是只有公視 有客家 有研究民主電視台 所以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也都是編列 編列預算嘛 都有編列預算 而且還 這個財團公共電視的 還特別有明定一個 不得於低於多少的那個 一個規定喔 所以這個 即使對他來說 也不是非得要這些經費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104年12月18號 三獨通過修正公布施行 到現在這麼多年 有什麼困難 基本上來講 有線電視法這個規定 是當年在設立公共電視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方要設計一個 比較穩定性的財源 那這樣公共電視 它本身的性質 它屬於公共電視 是屬於全民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不能廣告 沒有其他商業收入 所以變成 沒有錯 但是其他 當時確實是這樣 沒有錯啦 但是現在問題是 我們都有啦 所以這個部分 趕快要與你們發動 簽辦 好不好 包委員 這個其實我們只有 逐句去問過文化部啦 因為這個 不用問他啦 這是你的前責 沒有 公司是文化部主管的 不是 這條是你的主管 就是你 對 那文化部可能有他其他規劃 我們也是 不用問他啦 不用問他 好 這個 下一個議題 這個 原住民廣播 這個 成立之後 是 所以 要有相關的這些 轉播 轉播發射站 是 所以這個 有列了這個 第一期 的一個計畫 已經完成了 是 這個 現在第二期的 建設計畫的部分 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 有誰可以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第二期的目前的進度 第二期的部分 原來 圓民海這邊 是規劃27個站 那現在有要變更 變成為41個站 那這個部分 在營運計畫變更 通過之後 因為它有一個總時間 必須9年完成 那如果在9年以內 那如果營運計畫 跟原來不一樣 都可以來變更 但是總時間 是到114年的11月 要完成 這件 就能夠在這一個期限內完成 就OK 那個 你聽到了 主委 聽到了 9年 對 9年以後才能夠聽到 有很多的鄉親才能聽到 這個原住民廣播 對 所以嘛 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 經費不夠 所以應該要去加速 好不好 所以相關的這些 經費的不足 這個都是你這樣要協助的部分 行政院有要求我們定期 所以這個要縮短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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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請請 陳焦華委員 發言 謝謝 謝謝 我們請主委 請陳主委 主委 主委好 今天我們看到NCC扮演對國內的通訊還有相關的產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選舉前我也遇到一些人對我關心這個資訊產業或者是一些電磁波的危險的這些問題 有一些比較沒有經過討論也沒有來諮詢我 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後就在網路散播 包括散播我是要帶著一個鋁罩 那請問主委這樣子是有涉及這個傳播不實的或者是有毀謗的這樣的嫌疑嗎 如果剛才委員所提示在網路上面對不對 對 那這當然是網路上的應該是如果是這樣是一個不實訊息 那下次如果有這樣我可以提告嗎 或者是跟NCC這邊來檢舉嗎 因為 要看那個事實內容是什麼 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是不實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 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把一個鋁套放在我的頭上 所以他絕對是不實的 好那沒關係 第二個 那現在就是說NCC扮演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 就是來監督一些不實的言論或者是網路的攻擊 甚至資訊產業的發展 我們只廣播電視的部分為主 而網路上要看是哪個部位 那就是有關手機基地台這邊業務就是NCC的主管 那我要請教主委 就是有關這些設備 通訊設備 從手機 從很小的手機到IP分享器到基地台到廣播電台 請問主委你知道 我們現在政府有訂定這些相關的安全標準嗎 那我所說的安全標準 包括室內或室外有沒有 請你回答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我們你可以會後再提供 因為我的時間很寶貴 那就沒關係 這一題等一下我講完再回答 就是有關標準的問題 那我所知的目前的標準 只有環保署訂的室外標準 那我接著要講 就是有關這個基地台的 廣播電台的這個頻率的問題 因為今天NCC就是扮演發照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業務 那我們也看到今天的會議資料提到 5G在一些國家他們放的頻端是3.4到4.2GHz 那看到韓國意大利也發了高頻率的26到28的Ghz 那我們知道頻率越高能量越強 頻率越高能量越強 那這個部分就是跟我剛剛講到的 這個目前 目前國內有沒有訂電磁波的環境的標準 所謂環境就是室外 那室內呢目前是沒有標準 再上一張 那我這裡有放 有放這個七股氣象雷達 那七股氣象雷達這個是在大約 就是2005年2006年 也就是已經15年了 那居民呢 這邊居民有大約有一兩百人 那三分之一都是漁民 或者是他們就是住在這個雷達附近很靠近的地方 那這個七股氣象雷達的頻率呢 發射頻率是2.836GHz 那我們比較現在5G 我們知道2G、3G、4G 是頻率是沒有比這個 頻率是比較低的 就是至少比這個氣象雷達這邊來的低 那能量越高頻率越高能量越強 下一張 那環境基本法就是 這個對環境的這些可能對我們造成危害的 好下一張 好就是有一些規範 就是各級政府要重視這個可能對環境造成破壞 對國民的健康有傷害 好下一張 那其中呢 第22條就是各級政府要積極研究 建立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制度 才預防跟醫療保健措施降低健康風險 那本席在這裡就是要 來建議NCC 現在我們同步在發展 電訊相關的 5G相關 就是要重視對環境有關的傷害 好那我們再看第一張 那第一張我再強調一下 就是七股氣象雷達 我們看到旁邊有大約100公尺有三個小孩 那三個小孩在雷達設置不久 幾年後都變成智障 都變成智障 那這個問題就是讓我非常的shock 所以我才會重視 那我們請主委回答一下 願不願意根據環境基本法22條 對於未來5G產業要做好相關的環境跟健康風險評估制度 好請回答 本來我們基本上來講 所有的電信業者的所設置的基地台 都還是依照我們行政院環保署 還有國際非游離輔助的防護委員會的這個電磁波功率的相關規定來看 對對那我就是要提醒那個標準 就是就是採用那個標準 然後呢附近的居民剛剛說的三個孩子 還有很多居民都變殘障 那個村落三分之一的人都領殘障 所以這個問題我還會請NCC我們一起來溝通討論 好 那 願不願意大家來重視 雷達那個功率是非常強 跟我們一般基地台功率來講話 那雷達是強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要討論 對對對 對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現在請周春明委員發言 周春明委員 周春明委員不在 現在請高鴻安委員發言 現在請高鴻安委員發言 是 我今天呢就是想要就是來到交通委員列起 主要也是因為看到NCC今天有在做這個5G的專案報告 那我昨天拿到這個專案報告之後呢 其實看到很多5G相關的好處還有未來的發展 但是呢在這樣的一個大餅底下 我覺得也需要提醒到 主委這邊還有NCC的同仁就是 這一塊大餅呢 它其實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說 我們只要去看到這些好處跟商機 但是我們沒有去 一直不停地去追趕這個技術跟它的趨勢的話 這個美好的果實不會憑空掉下來 這要先做一個提醒 所以呢本席最近因為身為這個科技立委的這個角色 其實有收到蠻多在業界跟相關的選民 的陳情對於5G是相當的關注 那我今天呢可能因為議題也是包山包海 那我這裡就只受限於時間緊救教主委以下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的5G標金一直都是產業界最 相信就是最關注的議題 那這個標金呢1422億元的這個部分呢 長久以來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想說 這個標金最後它的一個用處是什麼 那我今天呢在看到這個政府對於5G標金如何應用的這個問題 一直都還沒有一個定案 所以呢我們看到各界都是 大家對於這5G標金有非常多的傳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比如說什麼要做5G的消費券 比如說要做這個紓困的預算 還有甚至有講到是說什麼 要做為明年預算擴邊行政院的裁員 所以呢我自己呢也是收到非常多選民成情之後 我一直向請我的辦公室跟國會聯絡人來做一個聯繫 反覆詢問的結果都沒有得到確定的答案 連定案的時間都沒有辦法確定 所以在這邊想要先跟主委問一下 這件事情您可不可以承諾什麼時候NCC對標金的使用 可以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對外的說法 報告委員 第一個這個標金完全進入國庫 所以這個標金超出這個法定預算 超出預算的這個部分啊 將近快1000億的部分 是在行政院這個平台上面來討論 那為什麼一直沒有一個定案呢 是因為我們這個東西是跨部會 而且現在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我們整個行政院都動員在防疫這個部分 那不過就這個將近1000億的這個預算的部分 我們NCC大概有框了將近快600億的這個預算 就是進行我所講的大概三大目標 5G基礎公共建設偏向數位落差 這在我們的這個計畫書上都有寫啦 但是因為這樣子還是非常三個原則還是非常的模糊 所以主委的意思是說 需要我們去盯行政院的這個協調各個部會 來做我們的這個標金的使用 來做這個規劃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們基本上來講 像我們的具體計畫裡面來講 像本會已經有一些具體的方案出來了 但是這方案還要提到行政院那邊去做討論 那什麼時候會提出討論 什麼時候可以到立法院來做一個審查 我們這個要等行政院的通知 因為這是行政院主導的 好那接下來我可能會在院會的時候 在分組的質詢上面再跟蘇院長請教一下 他大概什麼時間點可以給我們大家產業的一個答案 因為雖然主委剛剛提到說 防疫期間其實行政院的重點目標放在防疫 這我非常認同 但是5G的發展同樣也不能等 我們不能夠等到說這個防疫結束到一段落 行政院才全部再回來看5G 我覺得有很多產業界現在不是每一個產業都被疫情所影響 他們還是在努力進進夜夜在他們的本業上 他們需要了解未來政府可以如何更多的去支援他們在技術上的發展的協助 好那我再問到一個問題 就5G的標金我們剛剛只有看到說5G基礎公共建立的跟縮短偏鄉數位落差 那這裡呢本習要趁著問思義都在這邊 我需要去呼籲一下喔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今天在做這個5G的這個發展的時候 絕對不要拖 所謂的不要拖就是不要讓現在所有的產業界對於這些都是很多的問號 我們需要讓他們盡早的去確認這些業界的方向 包含五大電信公司透過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其實也去含到NCC來做這個要求 我希望大家不是說完全照單選收 但是我們要有即時的回應跟做法 讓他們能夠了解政府有在做這些事情有這些進度 所以呢當我們今天這做標金的使用呢 以本習的研究來講第一個一定是要手中發展5G的應用服務 因為發展應用服務在很多的研究上來講都知道 2030年數位化服務的這個發展市場潛質是可以達到很高的 所以呢它會比起我們在做這個補助基礎的電信的建設 要來的比我們台灣在台灣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 這是第一個我希望呼籲也是建言啦 希望說主委能夠承諾說這個部分可以納入你們的考慮 這個應用服務本來就是在我們討論裡面 但是應用服務這個部分大部分是屬於經濟部在他們也提出的方案當中 是第二個呢就是希望能夠加速偏鄉5G的涵蓋 就是補助的時候呢我們不可以在補助的這個條款上面 直接寫說喔我補助你做基礎建設 這樣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電信業者他可能就會優先去建設所謂的六都 那偏鄉就會被他們所謂的就是忽略掉 所以在補助的比例上面一定是偏鄉優先一定是公共建設優先 還有這種所謂的遠距醫療跟我們的遠距教學 這個主委可以承諾我會幫我做這個考慮嗎 那基本上我們想法跟委員想法是一致的 太好了太好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呢這一次拍賣主要是商用頻譜喔 那我們商用頻譜是屬於一般民眾消費使用的這種方式 但是呢我們看到公用網路的部分包含像企業專網 就是之前郭董在選舉過程中一直提到的工業互聯網製造 智能製造無人車的應用這些東西 主委是不是也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時間點可以加速去承諾辦理我們的企業專網這部分 好我請我們的資源處處長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好基本上那個有關於5G專網部分 現在POC跟POB的部分已經可以隨時接受申請了 是 那對於未來的5G的企業專網的正式申請的話 現在已經核定在110年到111年會正式的 對我因為看到這個年數我實在是非常的擔心喔 這是兩年後的事情 是當然委員您放心因為POB跟POC現在就可以申請了 那我們會議的政策目標也是實驗先行 所以業者透過實驗的機制去瞭解到5G它真正在產業上應用的可能性 我想希望這個部分可以加速辦理啦 這也是產業界的心聲謝謝主委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現在請賴瑞隆委員發言賴瑞隆委員賴瑞隆委員不在 登記諮詢委員軍旅發言完畢 做以下決定 報告及尋檔完畢 委員許蘇華林俊憲所提書面諮詢內入記錄並刊登公報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相關單位盡速以書面答覆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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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谢谢观看